對 那當然我們知道對上澳洲隊的比賽 中華隊的手臂出現了三次的雙殺 對王建民幫助很多 好 這邊來看今天先攻的就是日本隊 日本隊今天排出來的打序 第一棒是指定打擊角中聖野 二棒是今天二雷手錦端 紅河三棒是右外手內穿勝衣 四棒是捕手阿布勝之柱 五棒中間手秘錦佳南 六棒游擊手版本勇人 七棒左外手鍾田翔 八棒一雷手稻葉賭技 九棒是三雷手鳥古靖 這邊看到則是北號四十號的中華隊王建民 在第一輪的比賽 六局的投球用不到六十五個球 非常精簡 那到第二輪的投球 投手的限制來到八十個球 所以預期可以投更長的局數 那當然賽前我們也看到一些報道 就是說日本隊在這一次的一個攻擊的策略來講 原則上想要放掉王建民就要偏低的一個深卡球 那當然攻擊深卡球的策略來 確實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方法 這邊來看中華隊今天排出來的 守備陣容三個外野手左外野楊帶剛中間手林哲軒 右外野是火哥張建民 在內野的部分一雷手彭正銘 二雷手龜炎文 三雷手陳擁機 游擊手林智勝 今天擔任捕手的是林鴻鈺 那大家看到捕手排出林鴻鈺 我們知道曹總是想借重他的打擊能力 希望今天這場比賽分數多拿一點 沒錯 但是同樣的條件 我們也得看到 以這一次日本隊的先發打序來看 除了第四棒阿布森之中 他的速度稍微比較重的之外 其實一到三棒或者是五到九棒 平時上他的速度都還不錯 那這對林鴻鈺來講 當有人上籬之後 其實對他來講就是一種 要注意啊 要注意啊 挑戰 第一個球出棒打成插棒界外 一個球就是好球 所以我們剛剛也提到 若是日本隊他們想要放在 比較偏低的進的球 其實對頭腹搭檔來講 平時上他就是個配球很好的策略 如何利用一些偏低進來的好球 來跟日本打者做對決 以及搶到好球輸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個球漂亮 把手把他賣的球往外角掉 打者沒有出棒 不過是個好球 相當漂亮的最後的一個進來一點 把王建民推在這場關鍵的比賽 除了要接種他的經驗 接種他的球威哦 當然也希望帶給 船隊非常大的一個安定感 沒錯 而且就靜光看起來 王建民確實是一個 調整非常好的選手 對 再加上其實我們前面提到 他們東進巨蛋 我想再怎麼大 他的觀眾人數原則上 應該跟陽機球場 差不了多少 是 所以他對這種大場面 或是球迷在這旁的一些聲音 我想他應該是非常習慣 沒錯 小鐘聖也是來自於 謙彥羅德隊的酬員 這個球打成右面方向的飛球 另外一手往後退 張建民 行進間把這個球 接到了手套裡面 一出局 這個球 我給我 確實是後推的速度夠快 不然以小鐘子來講的話 他這個球真的打得相當的扎實 完全有掌握到 而且我們看到 就球來設定的話 其實小鐘這個球 真的設定滿不錯 有一個偏高進的 這個分卡 就完全被咬到 被咬到 但我們知道 王建民 球職重 是他的特長 他球路的特性之一 一人出局之後 接下來輪到第二棒的 景端紅河 來自日本職棒 中央聯盟 中日龍隊的球員 這就是日本 職棒的加油方式 這種球員有他們的加油歌 球員在上場的時候 觀眾就會唱他的加油歌 來為他歡呼加油打氣 比較不像國內的職棒 會有拉拉隊這邊 帶著喊口號 然後全場一起 跟著來呼喊 那每個國家都有他們一些加油的方式 一個球也是好球 這個球主棒打成了 累了反彈球 王建民跳起來沒有接到 球到了中間方向形成 日本隊今天第一支的安打 要的滾地球出現了 但是剛好越過頭手的時候 形成一支安打 當然二游的一個 守備站位來講 這顆球確實是 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接到這顆球 對 所以主要是 第一個彈跳 因為這樣就打得還滿扎實的 最後才可以 越過頭手球的上方 嗯 那當然一雷跑著上來之後 接下來你前面所提到的 扶手林詠毅 確實就要多注意一點 是 一出局再累 打擊輪到的是 內川勝一 內川勝一來自於軟銀音隊 在前面的三場比賽裡面 還有兩場出賽 七個打數有三支安打 前面走了 球傳過來 傳高了 抓到了 好 哦 太漂亮 太漂亮 很趕喔 一開始就啟動 但是林鴻玉 這個球傳得漂亮 雖然有點高 但是配合得相當好 沒錯 最主要是 第一個 第一個這一顆球 原來這樣是個速球 在這樣接到球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看到林鴻玉 他的重心本來 就稍微比較高了一點 所以對於傳球來講 都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雖然傳得比較高一點 但是拉下來的速度 原來還夠快 其實相當接近啦 很漂亮 林鴻玉這次的長傳 主殺 確實做得還不錯 那一傳聲音 第一個球 好球沒出棒 再來 這個球偏低 也好快 所以看起來喔 這局 王建銘面對兩位搭手 雖然有點狀況 但是手臂上的一個幫忙 確實給他很大的一個幫助 是 包括像是 宥愛宥 宥愛宥剛接那顆平飛球 以及林鴻玉這個 盜蕾竹殺 這個球偏內側 91米的球 偏內側 偏高的壞球 也好兩塊 所以以訴求的狀況來看的話 王建銘今天的訴求狀況 看起來其實都還不差 一開始球速有出來喔 會讓大家更安定 更放心一點 王建銘也一直知道 球路就是要壓低 這個球揮空好球 兩保兩塊 因為今天在球路的搭配上面 確實是蠻活用 不單只靠 升卡球 我們剛剛看到 讓打手揮空的滑球 原則上投的近了一點 相當的不錯 這顆球偏低的 球路喔 挖地瓜 兩好三塊 這顆球想要有一點要 故意的標球速 所以在出手的過程當中 稍微晚了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那顆雖然是個挖地瓜 但是也來到了92米 是 今天擔任主審的是 Chris Gujioni 是來自美國主席大聯盟的裁判 兩好三塊的滿球數 整個球打成左邊方向的飛球 左外野手楊貞剛過來 沒有機會 球是一支安打 球落地 形成安打 在一局上敗 日本隊出現了第二支的安打 我覺得面對日本這些打手 近了一點 確實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你剛剛這兩好三 我想王建民 也不想要保重打手 所以近了一點 稍微舔一點 就被內川給逮中 接下來輪到打擊的是 背號10號的阿布勝之助 來自日本獨賣巨人隊的選手 前四棒日本隊就排了兩名的左打 那 雖然喔 你九度獲選為 日本職棒的 明星隊的成員 但是事實上 在這一次的經典賽裡面 打擊還沒有能夠發揮 那個球好球 儘管如此 你面對這麼有經驗的一位打手 確實是不能夠太大力 對 三場比賽 他八個打數 還沒有擊出過安打 表球沒有壞球 這個球跑者又走了 再傳過來 其實這個球比前面那個play還要接近 但二雷神雙手一攤 判決是個safe 所以今天看起來 日本隊的一個戰術 的確在林宏益登補的時候 道雷戰術真的威勇得很多 我們看到這個球 其實已經投得比剛剛那個球更好 哇 這個球傳得更好了 沒錯 但是就傳播的畫面來看的話 腳確實是比較早碰到雷包 這個道雷成功使得日本隊在兩人出局之後 跑者來到了得點圈 那一穿圣衣跑出了今天第一次的道雷成功 打擊的仍然是阿布聖之助 兩好球沒有壞球 我真的剛剛那個球真的蠻可惜的 我們看到林宏益那個球穿得真的非常的準 黃建民 面對阿布聖之助 這個球打成了三兩方向的滾地球 直接來抓跑者 這個TEC出局 觸殺了那一串勝利也結束了一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兩盞打沒有得分 兩隊是0比0平手 回到艾爾達地球打在今天所為您帶來的這一場經典賽 副賽八強副賽的賽程中日大戰 日本對上中華隊的比賽 一局下半要輪到由中華隊來進攻 一局上半王建民的頭球 雖然被日本隊擊出了兩盞打 頂端紅河以及內川勝利各擊出一支伊萊安打 但是守了下來沒有丟掉任何的分數 一局下半中華隊要由楊代岡第一個上來打擊 楊代岡在第一輪的比賽 在台中中級棒球場獲選為 預賽B組的最有價值球員 的確在面對日本這一場 我相信楊代岡真的是個很好勤收的人員 好中華隊的打續第一棒楊代岡第二棒林哲軒 三棒彭正銘四棒林智聖五棒周思琦 六棒林洪玉七棒是張建民 八棒是陳庸基九棒是郭閻文 我們看到他在第一輪三成三三的打擊率 有全力打四分打點 所以在預賽的B組獲選為MVP 能見獨屎是日本隊排出來的先發投手 來自日本百神虎隊的火頭 的確是一位非常有投球能力的一位投手 不管是他的速球或是控球以及一些直岔球 確實都投得還不錯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右邊的界外球 梁好爵一開始就取得了球數上的領先 所以其實今天以中華隊的攻擊策略來看 我想等待不見得是一個好的攻擊策略 當今天你面對控球能力還不錯的投手的時候 你如果是有設定到自己的球路 其實上來做積極的揮棒 其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是 這個球偏低的壞球 三陣能力是他的招牌 沒錯 而且直岔球真的是他蠻拿走的武器 舉個例子 他在2011年的時候曾經創下 連續七個打席都三陣打 而他七個打席的三陣裡面有六個是直岔球 就是也原則上他對他自己的直岔球 是非常自信 這個球偏內側 稍微偏內側 然後兩塊 這個球近了一點 確實投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前面提到 若是這個投手控球這麼精準的話 搭者如何來設定他的一個比較拿手的球 來做攻擊 確實也是一個攻擊上面的策略 偏低的球 結果這個球揮爆落空遭到三陣 他除了直岔球之外 滑球也是他的武器 加搭配上最快球速達到151公里的速球 其實確實對打者來講相當難應付 沒錯真的是相當難應付 最主要他的一個直岔球也好 或是他的滑球也好 都壓在蠻偏低的一個進雷角度 而且在良好球之後 其實他變化球使用的頻率原則上還蠻高的 對 人間獨屎從2011年開始了 連續兩年都擔任 阪神湖隊球技的開幕戰的投手 也是為球隊的王牌 第二棒的林哲軒 第一個球進來好球打者 沒有出棒 最快球速當然也有到140公里以上 但均速大約都在所謂的140出投 最主要他的控球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 這個球壞球 林哲軒在去年的球季我們知道 在紅阿隊期間曾經有上過大聯盟 但場次不多 而且在球季結束後被釋出 現在是屬於太空人隊三個的球員 這個球偏外側 也好兩塊 所以我們看到 人間獨屎以他的投球動作來講的話 真的是平衡感非常好的一位投手 也就是說他從抬腳到手最後出手 其實他的重心都一直維持得很好 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平衡感 讓他在投球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他的訴求 或者是他的一個變化球 能夠找到很好的一個出手點 是 他在預賽對上巴西的比賽 曾經出來投了一局 面對三名打者投出一次的三陣 這個球出棒打成右邊方向的飛球 右外野手過來 那傳聲音 哦 人整個疊了出去 掉到觀眾席裡面 哇 這不知道有沒有 還沒有站起來 沒錯 哇哦 不知道有沒有狀況 應該是沒事哦 看起來走起來有點 一搏一搏的 再看一下這個球 最後球是被觀眾給接到 而他整個人是 這樣子倒著疊出去 嗯 當然也必須要小心 背部有沒有一些受傷 那其實這顆球 以內川來講的話 他在最後要 跳出觀眾席 其實他也有在保護自己 經常用一些背部 側身 肉比較多的地方過去 並不是直接去衝撞那個 牆啊 矮牆 然後兩壞 林哲軒 這個球 擠壓到打成一個內野的飛球 這一手 倒野賭擊配套 就要去接殺 接殺了林哲軒 現在變成了兩人數值 這邊 看得到是日本隊 新鮮的守備陷容 三個外野手 右外野手 內穿 剩衣中間手 秘境佳南 左外野手是 周田翔 而在內野的部分 一類手倒野賭擊 二類手警端 紅和三類手 是苗古靜 游擊趨勢 版本有人 狐手 則是阿布 勝之助 兩人數局 輪到三棒的彭正銘 打第一個球 打成了內野的飛球 又是找上了 道野賭計 結果在界內區 接殺出局 三上三下 結束了一局 下半中華隊的進攻 沒有上磊沒有得分 兩隊現在是0比0平手 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場日本對上 中華隊的 今年賽八強副賽 二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第一個上來打擊 是五棒的中間手 秘境佳南 來自於日本時報 歐立士隊 他在前面 預賽的三場比賽裡面 都有出賽十個打數 集出三瞻打 有一支奧雷安打 有四分的打點 所以看起來 密警佳南應該是 這一次日本代表人到現在 算打擊中央 維持得還不錯的一位 是 而且我們今天就 先把陣容來看的話 真的日本的 教練團 我真的派出不少的左打 要來面目 面對王劍 先發的九棒裡面 也排了五位的左打者 連續三個球都是壞球 沒有能夠投進到好球 而且感覺上進了一點 就燒比較偏高了 那王劍銘 一直被打了兩支安打來看 除了內川那支打得比較紮實之外 其實主端 我們那一支其實是有點滾地 最後穿越的安打 所以看起來其實 近況原則上還可以接受 畢竟我們看到他今天的一個 訴求狀況真的還不差 還不錯 球數還不錯 以前沒有看到 超過九十mine以上的直球 一號三塊 這個球出發打成一手正面的滾地球 恰恰揮手說你不用來 我自己來 才累包 刺殺了打擊的秘境 佳南一人出局 在一號三塊 這個球卻是 偷了夠贏又幸 這邊來提醒一下觀眾朋友 前面已經說過的 下午在這一組的附賽第一場比賽 荷蘭對上 荷蘭對上 在六局 敲出了三分打點的拳擊打 一口氣 把2比1的比數 拉大成5比1 接下來兩隊各添一分 最終荷蘭是6比2 擊敗了古巴隊 所以說 荷蘭隊的打擊真的是很可怕 沒錯 但在預賽裡面 中華隊對上荷蘭隊 我們的投手群 只讓荷蘭隊打出一招打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間手林哲軒後退就定位接殺 兩出局 雖然是一個偏高 但是我們看到這顆球 黃建平的訴求 成功壓制了版本的一個揮起 那這邊看到的就是賽程表 在這個組別 附賽的第一輪 贏的球隊會在Game4來對戰 也就是中華隊和日本隊 這一場比賽 贏的球隊要在Game4來對上荷蘭 而輸的球隊要在Game3 第三場比賽對上古巴 當然希望能夠再一次打荷蘭隊 黃建平現在面對的是中田翔 中田翔來自於日本火腿 楊帶剛的隊友 所以他對於中田翔的一些攻擊策略上面應該提供了不少資訊 那你中田翔的打者來講是真的是非常一位有力量的打者 對 以前從很年輕喔從剛加入職棒到現在 以前是光有power 但現在整體的穩定性越來越好 沒錯 就過往來講他是喜歡一個比較所謂的不跨步的一位打者 是 今年我們看到 適當做了一些修正 用一些小抬腿的動作來調整自己在跟球上的時間長 一般喔 這抬腿還是比較常見的 跟隨投手這個放手的時間點喔 來做自己揮擊的一個時間 比好兩塊 在第一局王建平用了15個球 裡面有12個好球 這個球偏到了打者內側比好三塊 連續 好在這邊喔 從前面秘景佳南到現在的中田翔 這一局有兩位打者 王建平就投到三個壞球 這顆球想要投一個生卡球 但是身體稍微開得快一點 這個球打成了 內野的反彈球 成功技接到之後 傳一壘 刺殺了中田翔 讓二局上半中日隊 到日本隊 日本隊三上三下 為了阿爾達在今天為您帶來的經典賽的副賽 從高空俯瞰的角度來看一下東京巨蛋 東京巨蛋位於東京市中心喔 旁邊還有個遊樂園 可以看到那個 好的在旁邊還有雲霄飛車 還有飯店 在這個半局 第一個上來打擊是大師兄 林志勝 結果打第一個球 打成了內野的沖天炮 一雷手 揭殺出局 雖然這顆球出局 但是對林志坦真的很可惜喔 其實這顆球他真的是有掌握到的 2011年兩年前的3月 日本發生了東北大地震 那其實台灣 全世界上喔 對日本非常友善的國家喔 我們發動了相當多的愛心捐助 所以我們有看到日本的球迷 是舉著這樣的海報來感謝台灣人 雖然過去兩年了 但大家一直記得這件事 沒錯 總教練謝長亨 敵人出局之後輪到五棒 今天擔任指定打擊的周思琦 所以門劍獨死來看的話 其實投球狀況也真的是掌握得還不錯 對 第一局喔 除了有三陣之外 其實感覺上 中華隊的打者出棒的時間 他確實是稍微晚了一點 因此在設定的球的困難當中 若是能夠稍微積極一點 感覺上攻擊的策略應該會比較流暢一點 是 周思琦在前面的三場比賽裡面 總共九個打數 有兩戰打 有一戰二雷安打 那本來其實以這場比賽喔 日本隊本來一開始考慮的應該是由田中匠 對巴西投入的內容其實是比較不理想 然後臨時換上能見喔 其實確實 今天投球內容到現在來看的話 確實中華隊在攻擊的過程當中 似乎要找出一些突破點 對 不管是訴求或者是變化球 其實應該說還在觀察他的球路 沒錯 但我個人倒覺得林志正剛剛那個球是比較可惜 設定到 但是卻打到了球的一個下半部 若是能夠稍微再做修正一點的話 這個球原則上 行程長達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間獨屎 是在日本兵庫縣出生 那麼在2004年被 反神虎隊喔 被選秀選上 推定年薪呢 去年大概有一億日元的 年薪 這個球外角球偏低 一個彈跳 阿布森之助接起來 兩好三壞 他在04年曾經獲選為 荷蘭哈聯盃的日本城鋒代表隊 而在今年 出選為經典賽的代表隊成員 就是在面對這個大喜 裡面確實展現不錯的一個 打到這邊都是台灣加油團裡面 大家是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到這裡來為中華隊加油 小朋友 所以其實從觀眾體來看 今天為中華隊加油人數確實也還不少 這個偏低的球 掉到了周思琦揮棒落空 成為今天能見都市投出的第二次三陣 就是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直插球 雖然偏低喔 那真的就是直插球的魅力所在 他一出來的時候真的是跟速球完全上 是在一個同一個平行線上 快進到本壘版之後才開始做減速下降 是 他在2011年拿下了12勝 去年拿下10勝 去年10勝失敗 勝率真好五成 不過去年的防禦率2.42 前年也只有2.52 從05年加入板神戶以來喔 這8年來平均防禦率3.11 算是非常出色的成績 而且去年獲選為喔 不是獲選啊 要說他的三陣數總數 是日本中央聯盟的三陣王 172次的三陣 幾乎一塊每一局頭都有一個三陣 對182局的投球局數有172次的三陣 再來輪到林鴻玉小胖 一個球偏外側偏高 在第一輪 投手的表現喔 日本一共送出33次的三陣 在A組的部分 這個球被吊中了揮棒落空 我們揮棒的來看的話 設定的直球忽然間來了一個滑球 過林鴻玉也是這幾年國內職棒 比較年輕的打擊好手 這個球就選得很好 兩好球 好球自己有力的狀況下面喔 面對他一些偏低的球路 確實能夠把它放掉 會打到會盡量會去避免 打到他一些比較偏低的變化球 是 哎呀這個球 棒子出去了 稍微猶豫了一下 然後兩塊 沒有設定要出爆喔 那看直球來了 動了一下 兩好球 能見毒石 再來這個球打成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右外野手 轉身一過來沒有機會 兩好球之後 把擊球點設定在比較靠近自己的身體 一直面對這顆球 感覺像有點受到擠壓 對 如果這顆球如果是在一毫兩塊投出來的話 我感覺像這顆球 林鴻玉是滿有可能做攻擊的 那當然以打者來講 本來在兩好球的過程當中 避免會被三戰 總是會把擊球點 設定的比較後面一點 來判斷一些球的進來一點 整個球非常強勁穿越三油之間 滾低安打 二局下半在兩人出局之後 林鴻玉挑出了中華隊這場比賽的第一支安打 掌握到一個比較中間進來的一個位置 這個球的揮棒的過程當中就掌握得很好 動作揮解過程也很完整 這樣我們前面都提到 以冬季隊來講 他畢竟是人工草皮 所以他滾低球如果是打結實 他滾的速度是很快 林鴻玉上來之後 接下來輪到是七棒的左 右外野手張建民 所以中華隊來講 總算也出現了本場比賽的第一支安打 接下來就看後續打者 我們要如何來做串聯 林鴻玉每到國際賽 就開外掛 被犧牲到了國際賽特別火 過去兩場比賽 在預賽裡面兩場比賽有出賽 六個打數 三支安打 所以宮杰的狀況 真的還是維持他國際賽一貫的手感 對 這個球偏外側 1-1一好一壞 今天的四位裁判主審 Chris Guggione 來自美國職棒大聯盟 一壘審 Triever Greif 來自加拿大 二壘審是 Gary Davis 也是來自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裁判 這個球偏低 忍住沒出棒很好 1-2 2-2 所以要2-2 就是火哥的一個 攻擊的時間 好機會啊 這時候看要如何來 設定一些球路 當然一貫 來看 一好球2塊球 門建築球 他在配速球的機會是蠻多的 高 對 所以要如何來設定這個 攻擊的機會 我想是個很好的攻擊機會 剛才沒講到的三壘審 Felix Tejada 黑壘上有林宏玉 這個偏高偏 內側的球出棒 打成了左邊方向的界外球 的確是抓到一顆樹球來做揮擊 但感覺像這個近了一點 稍微是高了一點 仔細選一點的話 也許有可能是壞球 所以在進入了兩好球之後 打者要如何來面對 能見的一個變化球 是 我現在場上的話 要如何盡量避免的去攻擊到 他一些比較投的偏低的一個變化球 整個球打成了左邊方向的界外 界外 今天在可以坐滿五萬五千人 東京巨蛋 我們票是全部賣光 當然除了台灣 特別飛到日本的加油團之後 旅日的喬生 學生 留學生 還有 當然日本在地的觀眾 要替日本隊加油 當然也是會有一些 日本在地的一些球迷朋友 是喜歡台灣的 對 這球捕捕手啊 不順住 第一時間沒有找到球 但是露得不遠 張靖姐妹趕快喔 做事叫林鴻鈺不要 不要急 沒錯 最主要的是第一 林鴻鈺的腳程也沒有很快 對 再加上是走投走的看管之效 所以他離壘距離相比比較短 對 所以我們看到 以阿布來講 他雖然第一時間掉球 但是他馬上轉身就找到球 對 這一個球如果是林鴻鈺 要冒然喪惡 感覺是比較危險一點 兩號球三塊球 一壘上林鴻鈺 在一二局下半中華隊的進攻 這個球主棒打成了 內野的滾力球 優秀接到之後 電步傳一壘 偏了偏了偏了 偏了偏了 球傳偏了 哇 在兩人出局之後 一個 一支安打 現在張建民又上到了壘包 那以這個球來講 火哥這個球 尤其是讓他擋得夠雕 所以我們看到 尤其是他接到球 完全在失去重心的球 對 傳這個球 而且移動的過程當中 傳球的一個準度 本來就會比較差一點 那最主要還是因為 火哥這個球真的是打了位子 不刁鑽 還沒有人這個球傳偏 現在要輪到陳庸基了 所以就看 我們要如何掌握這一局 在第二 把兩人出局之後的一個攻勢 所以接下來還是要靠陳庸基 如何做出一個串臉的安打 是 陳庸基前面三場比賽都有出賽 十一個打數有兩隻安打 有一隻二雷安打 剛剛紀錄上給的是 張建民的一隻內野安打 所以中華隊現在也是兩隻安打出現 那你就剛剛那個位置來看的話 傳得準的話其實也不見得 抓到抓到左打的腳層還不錯的 張建民 一個球 壞球 曾經獲選在明日之星出賽 陳庸基 在美國職棒也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當然感覺說 機遇上是比較差了一點點 沒錯 一直沒有很好的機會 最後可以上到大聯盟 對 正好其實 在隨隨隨期間 有機會讓他上去 但是受傷 沒錯 所以以選手來講 受傷真的是一個 不可預知的敵人 其實我們也看到 包括像是王建民 郭宏志 其實都 這些年來都有因為一些傷的關係 所以讓自己的成績也好 或者是出場的一個機會 相對也會減少 伊巴達 警官喔 雙手畫了 在頭頂比了一個OK喔 而且在整個內野的站位 是重新 防守的站位做好調整 嗯 兩塊球的情況下 陳庸基 這個球偏低位置進來 不過是好球 陳庸基沒出放 兩塊球 壓著這個偏低的進了一點 如果是主神了 真的要減喔 很難處理啊 對打者來說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球 以陳庸基來講的話 其實把他放掉 原則上也是個好事情 因為面對這種 壓得這麼低的一個進了一點 你要把他集成這種安打 原則上難度是比較高一點 一毫兩塊 南建獨史 這個球再來 偏內側的壞球 一毫三塊 南建獨史 曾經在 2010年9月 2011年的10月 這兩個接近 球技後半期的月份 獲選為 月間的最有價值球員 他在加入職棒之前 也曾經客串 在電影裡面演出 Mr.Rookie這部電影裡面演出 當時就穿上了 板神隊14號的球衣 加入職棒之後 也選了同一個背號 現在就是穿 他的14號 咬三塊 整個球出棒 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但是不夠遠 中間時候 密集加藍幾乎是沒動 在原地接殺了這個飛球 讓中央隊在二局下半 留下了兩個雷包的慘雷 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場中日大戰 來到三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在這個半局 要輪到第一個上來打擊的是 八棒的一雷手 道夜敵機 今年已經41歲 是整個日本隊正中 年紀最大的一位選手 身體的狀況也好 或是他的成績 其實都要維持得還蠻好的 對 年紀稍微有一點增長 但是選手如果是他的體能 跟身體反應能夠做得來的話 原則上都還是可以 有很好的表現 沒錯 黃建平的用途速目前 已經來到了29個球 第二局用得相當省 內側也好兩塊 不但林鴻玉來搭配王健 大家還是要注意配球的部分 嗯 看起來原則上就溝通 好像也沒有出現太大的狀況 對 整場比賽的一個 暗號的一個工作 到現在其實感覺上還蠻流暢的 黃建平一向不會對球路有什麼意見 一般過去大概也就是深卡連發 沒錯 但最主要的 他可能就是在前幾天 林鴻玉他可能知道 他要跟王健平要做搭配 其實他們不斷的討論說 他們在面對什麼打者 他們會有一些假想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的話 他在比賽臨場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太多這種所謂 暗號上的公通 因為畢竟事前已經做好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照這樣來做搭配 原則上 就是一個配球的策略 是 大約讀記在06年喔 加入日本火腿 這個球偏低 變成了兩好三塊 想要來塞一個內小球 這個球確實是比較偏打者 那以王健平來講 第一局雖然有一些安打出現 但至少都還能夠控制場面 那當然第二局 是個三上三下的一個半球 投球的節奏感覺上 已慢慢找到 是 平好三塊的滿球術 王健平這個球 再來打成了 右邊方向的界外球 所以 到位賭記來講的話 確實他在攻擊的過程 他的 最主要的一個攻擊的幹 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球 盡量帶靠近自己的身體 來做揮擊 所以我們看到 剛剛那一個球 其實內角他已經跟得非常 靠近身體 對 那手腕的一個翻轉的速度 還是很夠快 今天44的盜夜賭記 是第二次參與世界棒球經典賽 WBC 這個球打成了野的滾地球 二壘手沒有能夠攔下來 傳得出去 形成安打 在 三局上半 三局上半盜夜賭記 敲出了日本隊 今天第三隻的安打 國瑜面對這個 二壘強硬的滾地 雖然整個人都飛撲出去 真的還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擋住 真的是擋不住 這也是 但是我們前面講到 人工草皮 球滾動的速度 會快 而且平順 沒錯 這個球真的打出去 國瑜真的也是盡力 這是 到第三局以來 日本隊第一次 該半局的守名打者 能夠上到壘包 接下來的確要小心一些 戰術的執行 再來輪到的 鳥谷進 九棒的打者 第五位 左打者 黃建民的球 今天球速尾勁還不錯 球質也中 我就看喔 打者你真的要點的話 你要選什麼樣的球路來出榜 是 但以前面遇賽打擊狀況不振的日本隊 真的很想要先持得點 這個球 黃建民自己下球 傳一壘 刺殺了打擊的鳥谷進 形成了一人出局 不過倒夜賭計 可以用這個機會被推進到二類壘包 雖然第一個球短打失敗 但是 面對黃建民的第一個第二個球 裡面真的都處理得蠻好 雖然是點向了投手的方向 但是我們那力量的控制控制相當的好 所以現在面對的得點圈的一個攻擊 我想黃建民在近的一點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要稍微注意一點 是 即將輪回到第一棒 第二輪的第一棒 角中勝野 在一局上半是打成了一彎爺的飛球被接殺 而且那個球打得還蠻強勁的 這個球好球 勝卡球這個進了一點 我覺得這樣就跑得相當好 然後比賽中央隊推出黃建民 就是希望靠著他的經驗 靠著他的球威來壓制日本隊友 那當然也期待我們的打線能夠發揮 能夠把這場比賽給贏下來 這個球打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又有盾了一下 傳一雷 刺殺了打擊的角中勝野 但是這個機會讓倒夜賭計上到了三類 在出接手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我們看到林鎮的腳好像稍微半了一下 但最後接到球的時候 還是有辦法把球給順利傳出去 這球可能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使得倒夜有機會往三類來推進 沒錯那當然以這顆球來講 一開始就打往二壘跑者的 比較靠近他的左半邊的話 以跑壘的觀念來看的話 確實是蠻有機會可以倒三類 因為這顆球 畢竟游擊球 他如果是街道球 他必須有一個轉身來傳球 對 轉身了 而且他傳球的過程當中 他是跟跑者是一直線 因為他還不太好傳 所以除非游擊球他有很大的把握 原則上他才會來傳三類 雅然出局之後 跑者在三類輪到第二棒的頸端紅河 頸端在一局上半是 集出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一個彈跳球 王歆明跳起來沒接到 穿到中間方向的安打 所以面對這種四分的危機 面對打者先取得好球數的領先 王歆明確實今天在這種 對打者的第一顆好球 取得能力原理上是還蠻強的 好球 目前王歆明用了39個球 這個用球的數量 比起在預賽的時候 感覺多了一點點 不過沒有關係 第二輪的用球數 限制放得比較鬆 這個球打成了小飛球 反彈球 三手機到之後 對角線傳一壘 抓到了頸端紅河 刺殺出局 也結束了三局 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留下了三壘的殘壘 中華隊加油 這場在日本東京巨蛋所進行的 日本對上中華的比賽 要來到三局 下半中華隊的進攻 這邊看到除了這場比賽之後的 一些賽程 加拿大要對上義大利 另外在普多黎克所進行的C組比賽 西班牙要對上普多黎克 那此外在第一組的部分 鳳凰城 亞利桑那鳳凰城 墨西哥要對上美國 墨西哥今天的比賽 被逆轉被義大利 6比5一分之差敗給了義大利 當然經過了前一局的一個對抗來看的話 我想中華隊的打者 在經過第一局的一個觀察之後 在第二局 確實開始慢慢找到一些攻擊的機會 雖然沒有辦法得分了 但至少還有造成一個 一二壘有人狀況 郭彥文這球打高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另外一手過去 打在牆上彈回來 郭彥文利用這個機會 鋪上了二壘 Safe 首打席 二壘安打 在三局下半 現在中華隊有一個非常好的得分機會 哇 就差這麼一點點就可以直接飛出了水 打槍 對 看他揮棒的甩棒的樣子 其實非常的有氣勢 沒錯 當然這顆球確實是逮到了能見的一個絲頭球 揮棒的過程當中很完整 但是我們看到球的原則上 就是打在比較靠近下半 如果是再能夠 咬重一點點 大概就平飛出去了 沒錯 所以這一局對中華隊來講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攻擊的開始 那接下來就看教練團要如何 讓選手來執行戰術業 或是選手他如何靠自己的攻擊能力 來做一些推進 確實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輪到下一棒的打擊 就是中華隊的第一棒 第一輪在B組預賽裡面獲得MVP 最有價值球員的楊代岡 楊代岡雖然在一局下半 當時是被能見讀史給三陣 所以這一局對我們來講 確實是可以先時得點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對 因為比日本隊在第三局 有著更好的一個得分的機會 對 我們一開始就有一個二雷安打 在第一輪他的打擊率是三乘三三 擊出了四隻的安打 雖然有三次被三陣 有一次被保送 但是打擊上還有一隻全雷打 嗯 那當然以現在來講 能夠擊出安打當然是最好的 對 那倘若不行的時候 你不要入了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再不然也要至少推進隊友 這邊 強點最終收了回來 嗯 面對一個偏低的變化球 最後還是選擇揮棒 因為這個球 以短打的角度來看的話 不太好點 嗯 郭彥文 人間獨時的頭球 現在來到了四十二個球 天高的壞球 最終棒子也收回來 兩壞球 嗯 所以看起來郭彥文那一棒 確實是有點打亂的能見頭球的節奏 對 這個比賽跟職棒的例行賽 感覺是完全不同 沒錯 而且壓力喔 這是很大 而且你如果是 在面對這種兩隊交戰的過程當中 先掉分的投手 原則上在手臂上面這一方的壓力其實會比較大 對啦 壓力不只是一個人身上 全隊都會有 畢竟其實日本媒體已經連續兩三天都在關注 今天我們中二隊先發到王劍 嗯 不要說只有大聯盟的球探人在看 日本媒體也很注意 三塊球 沒錯 如果是 兩代剛好還能夠再選上一個四塊球保證 沒有人出只有一二雷有人的話 那其實就公司來講 或是他得分的效率來講其實會更好 是 現在看到一左一右 射金正以及山內俊在兩位投手在牛棚做準備 因為 楊太剛如果能夠選上上壘的話 接下來的林哲軒 彭正銘 林志盛 周思琦一直到林孔玉 都是值得期待的打擊火力 這個球 放過 沒錯 這個好球 當然這個球以攻擊的一個戰術來看的話 多半的教練都會下達所謂等待的一個角色 等一個球 嗯 因為事實上這個球 還是非常 值得來好好選的球路 第五個球 那當然就第五個 第五個球面上也就是關鍵了 嗯 你要選擇自行攻擊 或者選擇戰術的攻擊 接下來就看教練團如何來下達這個戰術 楊太剛從高中時期就在日本念書 一路打到進直棒 這個球選擇出棒點 結果三壘沒有機會 最終傳一壘 抓的是楊太剛 郭彥文利用這個機會被推進到三壘上 雖然一出局 但是換上了距離 本壘只有90英尺的這個距離 點的位置也 還不差啦 所以我們看到最後還是選擇繼續 使用一個短打 對 一開始 很像 好像捕手想要選擇傳三壘 但如果是能夠傳三壘 以 郭彥文那個角繩跟最後那個相對的位置來看 其實郭彥文要上三 不一定抓得到 真的 傳到第二棒的林哲軒 林哲軒在一局下半 是打成了界外圈的飛球 被一壘手道野賭機給接殺 那現在只要打遠 中華隊就有機會先持得點 沒錯 就算沒有辦法打遠 打一個高彈跳 滾低球也可以 第一個球走內角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內 內野區有日本隊也是做一個 百分之百的去起來的手背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下來看的話 當然也不一定要這種所謂外野身影的高飛球 對 只要你要內野一個高彈跳 就很容易會彈過 對 這些手背人的上空 兩號球一壞球 這個球還是偏內側 兩壞球 所以以這一局來看的話 能見得不管是他的一個獅頭球 或是他的控球狀況 跟前兩局的做比較 確實是有一點偏差 對 一開始的二雷安塔真的有影響 沒錯 四分的危機 我想對於每一個投手來講 都是會有一點點影響 林哲軒在第一輪的比賽 台中週期棒球場 十二個打的數 是有三雙打打擊率兩成五零 但防守上真的沒話說 這個球偏低 3NO 三壞球 不會想要跟恰恰來對決吧 沒錯 那如果他想要做這個選擇 原則上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恰恰攻擊狀況也不差 而且如果是你送林哲軒上壘之後 他在壘包上那個破壞力 有一定會很高的 所以以林哲軒現在來講 若是真的可以掌握到自己 揮擊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就全力做揮擊 放心用力的打 那倘若不行 能夠選 靠選球上壘的話 也不錯 這個球 變化球 沒有觸碰好球 所以對自己的控球 還是有一點自信在 能看到沒有好球 三壞球 他是用一個滑球來搶好球速 看到球迷穿著板神虎隊的球衣 在現場來為能健加油 為日本隊加油 但有更多 現在台灣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網路前面的觀眾 在替中華隊加油 即便沒有辦法到東京巨蛋的現場 我們隔海來集氣為中華隊加油 看林哲軒能不能夠 為中華隊先持得點偏高的壞球 四壞球 這是能健毒使今天投出第一次的四壞球 寶瘦 也迫使日本隊要交出暫停 沒錯 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確實是應該要交暫停 因為我們看到能健這一局的話 真的控球出現了滿大的一個狀況 我想最主要還是來自於郭彥宇那隻二雷安打 那隻二雷安打敲出來的時候 確實讓他在 冷不防喔 控球的這部分 陷入一點危險 而且我們看到他也不只是直球 甚至連他的蠻力拿走的一個變化球 失去一些準度 現在再來注意到日本隊的牛棚喔 有可能來做調整喔 當然 柳教練先叫一個暫停 也是讓牛棚能夠有更多時間來做準備 一旦出狀況 沒錯 立刻調整 做準備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日本隊的中繼投手一左右 其實都準備了一個時間蠻長的 對 最主要的還是 要看如何接下來的場上的投手能見 他如何來面對中華隊這些打者 一出局 一三雷由跑者輪到恰恰彭正銘 三壘上郭彥文 一壘上林哲軒 這個球偏內側壞球 黃正銘是這支中華隊的隊長 大家其實過去在國際賽裡面已經一再看到他高榮的鬥志喔 沒錯 如果是現在能夠先補上一刀的話 感覺上 整個中華隊的氣勢都會被拉抬上 沒錯 而且以攻擊來講的話 35磅喔 真的是我們這支在攻擊上面蠻大的一個重心 是 這個球偏第一下林哲軒往二壘走 結果現在再鋪回來 Save 踏步很快的把球傳往二壘 當然這顆球一開始 我們看到林哲軒他是有先起跑 但是他可能在起跑的時間 他沒有掌握得很好 他馬上就是我做煞車 那事實上三壘上的郭彥文也沒動 沒錯 我還好其實這顆球 以林哲軒來講的話 反應速度也夠快 從頭這邊應該是 背上都出汗喔 剉一條 有 兩壞球 當然林哲軒也希望在壘上的這個移動 能夠讓投手稍微分心 影響他的控球 五度獲選為 五度拿下打擊王頭銜的彭正銘 喔這個球 打到了彭正銘的手上 是個畜生球 現在中華隊變成了蠻磊 要輪到大師兄 嗯 這個影響的狀況真的是 對中華隊來講是個好消息 沒錯 而且我們看一二局都投的還蠻精彩 是控球蠻好的能見 這一局確實出現很大的一個控球 哇 這個應該會蠻疼痛的 不是打到手上 是打到腰斜這個位置喔 看起來在一組預賽已經用胸口擋了一顆球 沒錯 當時還被大人門官網譽為鋼鐵人 沒錯 那當然也希望 恰恰這顆球不要有太大的身體上的疼痛 對 能夠擠成滿壘是很好 但若是能 因此有一點點受傷 受傷 刮不來 要看林智勝了 林智勝前次的打擊在二局下半 是打成了一個不營養的衝天炮 內野的飛球遭到截殺 現在第二次上來打擊 第二次面對能見毒屎 那能得分的方式非常多啦 希望至少是打遠一點 嗯 那也不只希望他打遠一點 那希望林智勝越遠越好 過去林智勝也曾經在東京巨蛋出賽 還在這裡轟出過超大號的拳雷檔 這個拳球選得很仔細喔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偏地的滑球 對右打者來講 其實蠻有吸引力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林智勝真的是跟得很靠近自己的身體 你知道這個play非常的關鍵 這個打擊 所以現在真的希望 林智勝能夠飆一隻大隻 對 他會把日本隊的士氣一棒擊沉 沒有好處 一壞球 便利色 再一個壞球 確實喔 若是以投手在控球出現的問題 在打者這部分 確實是在選球上面可以多一點耐心 因為以中華隊的狀況 日本的媒體這幾天全部都大篇幅的來報導 不只是先發投手的王建民 林智勝也特別是他們所叮囑要注意的大炮型打者 所以剛剛鏡頭也有帶到 教練也一直用對講機球來聯絡 看狀況如何 看狀況如何 距離大概夠飛出去 可惜是往上飛 哇 這個球 對林智勝來講 真的有點可惜 沒有好球 兩塊球 建構的大好機會 他這個球原則上也已經設定到了 而且我們看到 其實他揮棒的時間差是很好 只是他在擊球點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剛好打在球的第一點 打到球屁股喔 當然以林智勝剛剛這個狀況 他也知道這時候他需要一個深遠的高飛 所以他在揮擊的過程中 他拉的一個角度其實還蠻大的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拉的角度稍微大了一點 導致打在球的一個下半部分是比較多一點 再來輪到中華職棒去年的MVP 最有價值球員的周思琦 國內職棒兄弟相對的選手 去年打球的兄弟相對最多的拳雷打 第一個球還是壞球 在第三局 能見毒水的控球真的出了狀況 所以接下來就看周思琦 能不能夠掌握住 在兩出局之後如何打出關鍵性的安打 能見已經用了58個球 這個球還是偏外側的壞球 2-0 想用個滑球來調 所以以周思琦來講的話 他會面臨跟林智勝同樣的狀況 沒有好球量壞球 事實上仔細的選中華哥也可以得分 阿布再叫了一次的暫停 三局下半 確實是中華隊的大好機會 阿布老遠就把面罩脫下來 用微笑來迎向能見毒水 希望能幫他稍微放鬆一下 沒錯 其實這時候 補手上來喊暫停 讓你還要做一些技術 或是配球上的溝通 其實這樣太多 不需要了 只是他這個動作上 安定一下投手 畢竟以阿布來講 他也算是這支日本隊友 算是年紀也算有點長 所以在這種 整體的一個溝通上面的話 他也知道 何時他應該用什麼樣的一個表情 或什麼樣的話 來安慰這些投手 沒有好球 兩個壞球 偏低的壞球 3-0 現在不只是日本球迷的心揪在一起 包括中華隊的球員 教練 還有所有的觀眾一樣 也是心揪在一起 希望再來至少是一個壞球 沒錯 保守一點壞球 不然來一次長打也不錯 當然絕大部分總是希望能夠來一次長打是比較好一點 一次清空 幫能見減少一點壓力 沒錯 但是周思琦這個應該會比較仔細的選球 沒錯 這個球放過了 一好球 三壞球 這第五個球 就是周思琦 要如何來設定做攻擊的一個好機會 第三局 第三次投到三壞球 這個好球出來 日本球迷紛紛為他拍手鼓掌 同樣這個球是關鍵球 看看周思琦周董怎麼選 滿壞 停外車壞球 Yes 靠著四壞球 保送 中華隊在三局下半現在先持得點 擠回了一分 把三壞上的郭彥文擠回本壞 而林哲軒上到了三壞 彭正銘上二壞 現在還是兩出局 還是滿壞 所以首局就先二壞安打的郭彥文 總算在滿壞的狀況回來本壞得分 輪到林鴻玉 林鴻玉大家記得嗎 二局下半 他敲出中華隊的第一支安打 那現在 日本隊要叫暫停了 這次 總教練叫暫停 要換投手了 能見毒使在三局下半 提前退場 好的這邊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來看中華隊在三局下半的進攻 回到比賽的現場 為您帶來的這場中日大戰 在日本東京巨蛋球場來進行 現在在三局下半 中華隊攻佔滿壘取得1比0 1分領先的情況下 迫使日本隊更換投手 要換上背號50號的射進證 那現在上來的射進證 要面對的是中華隊今天的先發捕手林鴻玉 他出生在日本的仙台 其實過去也曾經在多次的國際賽 到台灣來參加比賽 所以原來這樣 其實他對台灣的選手也都還 有一點點認識 當然以善用的球路來看的話 滑球曲球 其實都投得還不錯 而且他還有一個所謂的 我們常講的噴射手就是SUDO SUDO 他的一個對於 右達的內角的 對 他感覺那個球路又有點接近深卡 但又不是 深卡有點掉 但是SUDO不會 所以以SUDO來講 他所謂的橫移的效果比較多 對比較不是 垂直的移動 是往內角水平的來移動 能見獨屎 沒有想到三局沒投完就提前退場 的確 在這一局來講 他也感受到有點壓力 那當然我想最主要還是在 在於郭宴武那一支 二雷安打開球 其實我們看到他的一個 一上來被打得暈落 我原質上這一分算是 能見獨屎送給中華隊的 對 接下來就看喔 接下來打者林弘要如何 把握這個保送後的一個 得分的好機會 因為過往喔 我們在比賽場看這種 滿雷子沒有辦法得分 然後後來靠保送得分之後 接下來打者一棒之後 造成一個大局的這樣的狀況 對 因為摄金正 絕對會避免再投出四壞球 這個半局中華隊獲得了 兩個四壞 一個出三球 第一個球出棒 結果打成界外一個球變化球 沒錯 用個曲球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球 在攻擊的過程中 林弘的重心 稍微潛移了一點 所以是沒有辦法掌握到這個變化球的一個 比較好的擊球點 摄金正在2009年喔 10年連續兩年獲選為中繼王 拿下球隊最多的中繼 是非常做苦工的角色 對 在這種緊張的一個狀況 球隊當然就是會泡去控球能力比較好 或是經驗比較好 比較能夠適應這樣狀況的投手做中繼 他來自日本的東北 我們講到他出生在仙台 他在2011年前年喔 才因為球團喔 軟贏缺乏好先發投手 轉任先發 他在去年拿下太平洋聯盟的聖頭王 這個球偏外角偏低 要兩塊 所以看起來 日本隊的這兩位投手 在一開始感覺上 好像控球都有一點問題的狀況下 確實中華隊的打者 要掌握這個得分的好機會 對 畢竟以短期的比賽來講 你沒有辦法 馬上進入狀況 對 那就讓我們好好的拿下分數喔 把分數一口氣拉開 摄金正在去年拿下聖頭王 在2010年獲得中繼王 這個球還是偏外角偏低一號三塊 有機會再靠著寶宋來添分數 沒錯 但是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若是林詠宇真的有設定到直球 進來一定要打 他要的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可以積極的出棒 不用太過於等待 對如果是他所設定的球路跟位置喔 因為以林詠宇的POW的話 其實你要一棒三分甚至四分 其實都有可能 有機會 一號三壞球 他都把球路壓得很低 但是沒進到好球帶 還是走外角 這個球好球 打者沒有出棒 變成了滿球數 沒錯 這個球原則上是比較偏 外角又偏低 所以這個球 以摄金正來講的話 一號三外面對右打者 壓在這個進了一點 確實投來不錯 是 所以這個球一出手 雷上的跑者都可以跑了 所以也不一定要長打 全滿了 對喔 一支安打一雷安打 可能就添兩分啊 三壘上林哲軒 二壘上彭正銘 一壘上周思琦 打擊的是林鴻玉 這個外角球 結果會把落空遭到三陣 這使得中央隊在三局下面 是留下了滿壘的殘壘 射金正事實 止住了日本隊的血 讓中央隊在這個半局 只得一分 不會 回到艾爾達在今天所為您 帶來的這一場中日大戰 將比賽中華隊透攻 而在日本隊的角中性 也在一局上半 就會出深遠的非球被截殺 在中華隊的進攻 三局下半 靠著國閻文的二壘安打 能見獨屎投出來的四壞球 加上觸身球 還有關鍵的保送周思琦 擠回了目前中華隊的第一分 也是兩隊的第一分 當然就三局下半的攻擊看來 真的是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不管如果總算是先得到 打破壓彈 打破壓彈 中華隊的打者來看的話 確實帶給日本隊的投手 很大的一個 投球上的一個壓力 對 不然過往來講的話 其實日本隊的投手 一向都是控球還蠻精準的 一個蠻招牌的 很少看到會在那樣的情況下 滿壘海頭保重 沒錯 而且是我們剛剛是連續 三個保重 兩個四壞球 加一個畜身球 嗯 四局上敗 日本隊第一個上來打擊 是三棒的右外野手 烏吉卡瓦 內穿勝衣 來自軟銀隊的選手 這個球打成了飛球 二雷手往後退 郭宇文 雙手高局 邊後退邊接殺 一人出局 雖然一開始球數是落後給打者 但最後這個內角升卡球 確實引誘到打者的揮棒 對 收到了擠壓 飛行的距離相對就帶不出了 能見獨取投了2.2局 被打三支安打 掉一分 兩次的四壞球 兩次的三陣 還有一個畜身球 而現在目前唯一的一分打點就是周董 周四其在滿壘的情況下獲得保重 擠回來的第一分 黃建銘投到現在是投了3.1局 移出局之後 面對阿布勝支柱 阿布在一局上半打上了三壘方向的滾低球 讓跑者在三壘前被觸殺 這個球好球 打者沒有出棒 一好一怪 我們看到這個球一開始緊貼了內角的 進了一點 最後再拐進來 回中進入的好球袋 這樣的一個進了一點 若是能夠投得好 其實對左搭者來講 確實真的也不太好打 這個球打成了插棒界外兩好球 快一慢的一個搭配 我們要最後用一個區球取得了第二個好球數 四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這個球偏低 然後兩塊 前面三局投完王建銘用了四十個球 被打出三盞打都是一壘安打 今天王建銘還沒有投出過Stension 像剛剛畫面有帶到 我們看到二壘手 郭文勇在面對阿布這個打擊的時候 其實在二壘區 因為這場守得還滿深遠的 誰跟球 仔細個好球 打者沒有出棒到Stension 阿北 阿布甚至是被K掉之後 王建銘今天投出來的第一K 相當漂亮 我們看到這顆球 還有閃了一下 但球轉了進來 這個升卡球移動的一個距離 就真的是夠大 對 一開始我們前面提到 緊貼的左搭者內角 最後呢再靠近身上 轉進來那個角度 我確實很好打 所以我們前面提到 這顆球投得好 左搭者真的也不太好打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來自於面對內角速球的一個壓迫感 兩人出局 輪到五棒的中間手秘錦佳南 秘錦在二局上半打成了 一壘方向的滾地球 孔正銘自裁壘包 此差出局 看到Tanaka田中降大 山內均塞 兩位右投手 在牛棚做準備 這個球拉回來右邊方向的飛球 結果是個界內 結果是一球掉在界內 現在秘錦非常快的速度 往二壘走 在兩人出局之後 一隊敲出了 日本在今天的第一支長打 在四局上半 是個二壘安打 這顆球 真的看到秘錦相當不錯的 揮棒的速度 我們看到這顆球 人家已經帶得非常靠近身體了 在揮擊的過程當中 利用身體後仰的一個角度 我控除了一些空間 在利用自己的揮棒的速度 把這個球打得夠漂亮 其實這球以王建民來講 其實投得並不差 兩人出局之後 近戰得點圈 輪到打擊是六棒的 游擊手版本有人 版本有人在二局上外 打出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遭到接殺 這個球出棒打成界外 其實原本秘錦 在二壘上的秘錦 在過去 原本是以投手的聲論 被選秀選進球隊 但是後來 改為野手 反倒是打出更好的成績 沒錯 那以 一起來講的話 他確實有很好的 身體的一個條件 對 讓他在 不管是當投手 或當野手 他都有很好的一個反應 沒錯 這個球投手沒籃到 這邊 游擊手擋了下來 把球擋在內野 傳三壘來 抓打者 跑者 可惜 但是 游擊手凌晨來得漂亮 把球擋下來 然後 郭英文來把這個球 處理下來 沒錯 但這顆球 感覺上 比較可惜 我們先來看 因為 感覺王建民一滴時間 好像有一點機會 沒錯 然後再這樣擋住了之後 其實郭英文他如果是 第一 第一瞬間的話 他先傳三壘的話 可能就抓到了 應該就抓得到 但是他第一瞬間 感覺上 稍微 慢了一下 最後在傳球 再到三壘 就沒有辦法抓到 這種 跑壘 有一點過頭的秘境 嗯 因為以秘境 當時是全力想要衝本壘 所以繞壘的角度 還蠻大的 沒錯 難道緊急煞車 再鋪回去 這使得 這個距離是比較大 但是 最終 郭英文傳球差了一點點 排名慢了一點點 使得在兩人出局之後 日本對版本友人 在敲出安打 現在變成了 以三壘友人 要輪到鍾田翔 嗯 那現在防衛員是在看 林智勝 剛剛鋪球的林智勝 有沒有狀況 需不需要處理一下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在鋪接的過程當中 投球那隻手 先壓到的地板 單手撐著 手腕這個地方 去撐身體的重量 可能有一點點 小扭到的樣子 所以看到這些球 林智勝真的也拼了 面對這顆強勁的滾地球 林智勝把他攔下來 至少就能夠把 二壘上的跑者 擋在三壘 擋在三壘 大家印象中 這種穿越的球 很可能形成掉分的狀況 但是 這個時候 林智勝把他擋下來 兩人出局之後 一三壘 跑者要輪到七棒的 左愛手 鍾田翔 林智勝 王智勝來講的話 面對這樣的狀況 他的一個球的進來一點 確實要掌握得更好一點 當然我們先沒提到 鍾田翔這位打得 是非常有power的打得 他對於訴求的攻擊能力 感覺上還蠻強的 這個球 壓低 你會把他擋在 前面 所以這個球 林智勝來講 確實在 三壘有跑者的狀況下 面對這一彈球 林智勝剛剛這個球 真的擋得也很好 而且他擋住之後 那馬上就找到 一個球的一個位置 讓一壘的跑者 他不敢有太多的 往二壘跑的一個動作 但現在場上來講 最主要還是 投手 王建民要如何解決 鍾田翔這打者 對 這個球打三壘的滾地球 優秀 林智勝接著之後 傳一壘 YES YES 哇這個球太漂亮 不夠快 林智勝擋下來 再把球傳一壘 刺殺了 鍾田翔 讓四局 上半日本隊 留下了一三壘的殘壘 沒有得分 中華隊員是1比0 領先日本隊 天龍 中天翔強勁的滾地球 洆領先讓大家的心 都揪了一下 第一時間 林智勝 雖然沒接倒 但撿起來轉來得及 沒錯 刺殺了頭部鋪壘的 中天翔 讓日本隊在四局上面 留下兩個壘包的殘壘 中華隊還是保有一分的領先 的確在這個攻守裡面確實真的很漂亮 林志正擋下這個強勁的滾地球 但是我們看到擊球跑來 擊中球之後 也拚了 相當精彩的一個攻防的表現 當然總是會有人出局或是安打 但是在這個攻守來看的話 確實是蠻精彩的 我想兩位選手把林志正 都應該獲得一點掌聲 對 真的四局上面相信讓所有的球迷 不管是在巨蛋看球的五萬五千位觀眾 或者是全台灣可能有兩千萬的觀眾 大概都緊張了一下 因為第一時間沒接起來 但是來得及 這個轉身甩臂傳球 硬是要到了出局 相當漂亮 當然第一時間我們看到 伊莉莎的跑車就先起頭 所以沒空沒機會抓二壘 再加上其實林志正 他第一時間球也沒有接進手套裡面 還好轉身的過程當中 還有辦法把球攔下來 沈欣正這時候配了一個慢速的曲球 好球 打擊的張建民球數是兩好球一壞球 張建民在二局下半也曾經擊出過 游擊區的滾地球形成內野安打 所以當然以這一局來講 如何要復去第三局的一個攻擊的氣勢 最主要還是 該局的一個守門達成能夠上壘的話 的確對於對方投手的壓力 殺傷力非常大 壓力是很大 射精正是在三局下半 上來接替原本先發的能見毒史 的確以射精正來講的話 用了蠻多曲球來做搭配的 我們前面講到過他原本中繼的角色 曾經拿下過中繼王的頭銜 在去年還拿下聖頭王 所以日本直播史上第一個又是中繼 又是聖頭王的選手 但這個球讓張建民揮空三陣 連同前一個半局的林鴻鈺 射精正是連續送出了兩次的三陣 這個訴求 感覺偽精真的很好 我們看到最後進了一點的過程當中 感覺打著是球過了揮擊區 他才開始進行揮棒 他有68公里的曲球 有90麥以上的訴求 而且以射精正的一個投球來看 他投球的動作非常的短 也就是他的後擺其實沒有很大 那這樣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當然你準備動作要稍微早一點 因為他並不像一般的所謂投球 他的後拿球那種是全灰式的 對 這樣的一個進來等於 忽然感覺他好像只有89麥 90麥 但感覺上速度提起會快一點 因為過去中繼出身 常常上來是壘上友人的情況 所以練就他的這一個很快速的揮避的投球 你看到張建民在被三陣之後回到 Bench 休息室 只跟周董也在討論投手的球入狀況 因為再怎麼樣 情搜觀察比不過你在打擊去看得仔細 沒錯 而且你在情搜觀察那邊總是有盲點 對 這個球沒有出棒是個好球 陳雄基球數現在是兩好球一壞球 所以透過這種對戰的一個觀察 才是最好的一個情搜的方法 那當然你如何在短時間裡面 馬上做調整 確實也是一件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整個球出棒 結果超棒被捕遭到三陣 連兩K 在四局下半連兩K 連著前一個半決的林宏玉 射金正是已經連續送出了三次的三陣 三位打者我們看到都是面對射金正的訴求 最後會空 所以我們前面提到 射金正看起來的話 他的訴求大約都大概在89到91之間 但是我們看到打者會沒有辦法追蹤到他的一個球 最主要就是他的投球動作真的是比較短一點 還記得嗎 前一個半決三局下半中華隊的攻勢 就是從郭彥文的二壘安打所開啟的 前個球打成了一輪方向的滾地球 大約賭氣接到之後自己踩了一包 自殺了郭彥文 隨著四局下半中華隊是三上三下 但仍然是一分 戰時領先日本隊 回到東京巨蛋球場 在這兒進行的是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 中日大戰 打完前面的四局中華隊現在是1比0 戰時領先 要來到五局上半 日本隊要輪到第八棒的道夜賭氣第一個上來打擊 投球的仍然是先發投手王健民 黃健民前面四局用了54個球 35個好球 被敲了五支安打 而道夜賭氣在三局上半 一上來就敲出了一支安打 這個球打成了那野的高彈跳球 分手接到之後傳給不會的投手王健民 結果球露了一下 沒有進到手套裡面 但事實上這個球就算傳準喔 打著也有可能 Safe 沒錯 再加上這顆球原則上真的也不太好出手 我們看到這個一個高彈跳 恰恰應該是沒有什麼機會 所以郭文英接到的時候 其實他傳球應該也不太好傳 傳準或許還是有一點點機會 但是難度是比較高一點 在第三局 當時道夜賭氣也是第一個打擊 就上到壘包 現在五局上半又是第一個打擊又上壘 遼古靖現在直接握短棒 在當時三局上面他是一個犧牲觸擊來推進 所以看我們看到 鳥古靖他一開始的準備動作 又把棒子給擺住 又是縮起來 對 所以這顆球感覺要執行戰術的空間 這樣是蠻大的 偏高偏外側的壞球 兩隊現在只有一分差 中央隊靠著三局 下半滿壘被保重擠回來的壹分 暫時領先日本隊 然後吳靖是日本聚棒中央聯盟 版神虎隊的球員 兩次上來兩次都第一個上來 這邊走了 他要賭氣結果這個球是個插棒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攻擊裡面 就捨去掉 觸擊的方式 射擊的方式 改用一個打帶跑 所以今天其實以日本隊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在一壘上的動作 真的是蠻多的 不然是單純的道理也好 或是打帶跑的佩服 真的要注意 因為在王建民預賽第一場比 在先發對上澳洲隊的比賽 曾經讓澳洲隊打出了三次的雙殺打 所以當然日本隊的教練 也要全力來避免這樣的狀況 一個犧牲觸擊的推進 吳靖兩次上來都是犧牲觸擊 但是順利的把道夜賭記 推進到二壘的得點圈 真的蠻厲害的 短打的一個位置 兩個打擊的短打位置 大約都一模一樣 對 所以短打這種基本功來看的話 吳靖確實是有他的一個 電力 的一個力 所謂的功力在 沒錯 再來輪回到第一棒的角中聖野 角中聖野前面兩次打擊 在一局上半是打成了 右外野深遠的飛球被尖殺 三局上半則是 游擊區的滾地球被刺殺 這個球打成了內野的滾地球 二壘手龜英文接到之後 傳一壘 刺殺了角中 但是道夜又利用這個機會推進到三壘 當然這根球 王健民投球來講就比較省力了 一顆球就解決到了小鐘 而且這根球如果是放掉的話 應該是個壞球 兩出去之後 王健民要如何把這一分擋在三壘 確實是蠻重要的一點 是 在牛棚裡面的中華隊現在 楊耀勳以及王健民 另外一個WANG 另外一個WANG 在牛棚做準備 還有楊耀勳 楊耀勳我們知道在前面的比賽 這個韓國隊的比賽 投到滿褲子都是血啊 浴血奮戰 一個突襲式的觸擊 結果點成了界外 這一個球 想過取分的 沒錯 應該不是 應該是來自所謂的偷點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這個狀況應該是看 成功自己守在比較深遠的地方 而且以警方來講 他的速度本來就很快 所以如果是點在一個 恰當的一個位置的話 其實要行得內安打 機會是有的 幸好球碰到了他 形成界外球 一好球 三壘上是道夜賭進 所以的確面對 日本隊 你真的要小心他們的一些偷點 或是出席關打 沒錯 場上真的太細膩了 太多地方要提防了 這個球偏低 不快 現在整個東京巨蛋球場 幾乎聽不到對中華隊加油的聲音 滿場都是日本球迷來替 日本隊加油的聲浪 那當然這時候其實以防守隊的 中華隊來講 更要沉得住氣 一好一壞 這個球好球 當然沒有出棒 變成了兩好球一壞球 在有四分的危機 先取得好球數絕對有領先 確實在這一點 很重要 王正銘做得很好 來到第五局 中了目前是63顆球 如果是這一局 能看65顆球把他結束的話 還要往下頭 或許都還有些機會 那一腳球 差了一點點 林歐越手到 PO在那個地方 但是主審不就你不為所動 我這一個球 應該說打者能夠放掉 真的挺有勇氣 這邊看到最後的尾進 跑的距離之大 而且進了一點 確實是相當的漂亮 對 兩好兩壞 我忘記你 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球員了 再來這個球出棒打成界外 還是兩好兩壞 對 感覺像今天 日本隊一開始開賽說的 他們要放掉偏低的進了一點 感覺像今天好像沒有 很用的很好 執行的很徹底 很多打者其實在面對偏低的角度 其實被出棒的機率 其實還蠻多的 當然也不能說 他們沒有執行這樣的一個徹底 只是說王建銘 王建銘他的一個升卡 本來就是他拿手的武器 對 而且他一個進了一點 原來一場都會落 IPR的滿低的 這個球外角偏低 變成了兩好三壞 球的非常謹慎的結果 現在來到了滿球數 能見獨屎 現在只能在休息室裡面 看著他的隊友在場上奮戰 然後隊的總教練曹總 他也非常關心場內的任何狀況 點高的球 結果這個球是壞球 四壞球保送 這個保送是王建銘今天所投出來的 第一次四壞球保送 現在一三壞球 現在一三壞上有跑水要輪到三棒的內川勝一 所以在這個打氣裡面 比較過往的進來看的話 警方洪發動道壘的一個機會 非常高 在一局上半他集氣完打之後 就曾經道壘 不過被林洪玉的傳球給促殺出局 當然以王建銘現在投球的心態來講的話 北上的跑者當然固然是有啦 當然也有些跑者 重點就是打者啦 專心來面對打擊的內川勝一喔 在上一場對上澳洲隊的比賽 澳大利亞的比賽 王建銘六局的投球 沒有投出過四壞球保送 今天一直到面對剛剛的警端喉嚇 是在經典賽裡面 他投出的第一次四壞球 內川勝一前面兩次的打擊 兩個打數有一战打 還有一次倒壘成功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內野的反彈球 三手接到之後對角線傳一壞 沒有問題 刺殺了內川勝一 也讓五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是再度留下了一三壘兩個殘壘 回到阿爾達在今天為您帶來的這場中日大戰 是在日本東京都東京巨蛋球場所進行的第三屆 世界棒球經典賽八強副賽的比賽 那麼今天這場比賽目前中華隊 後攻的中華隊仍然是以1比0 暫時領先日本隊 五局下半中華隊輪回到第三輪的第一棒 楊代剛 哇 這個曲球的一些角度都夠大了 一開始原本他也會跳脫好球那個進了一點 但最後拐進來 他的速度以及他的落差真的還蠻大的 投球的人是日本隊今天第二任的投手 第一任的後援投手 這邊是正好是有台灣的觀眾 拿著台灣的海報來替中華隊加油 相信很多台灣朋友在那個地方來替中華隊加油 因為太多人去日本玩了 沒錯 自助旅行買一張機票 其實飛東京非常的輕鬆 從早到晚都有飛機 然後再這樣其實也不包括只有從台灣去的人 包括像是當地的一個留學生 當地的滑橋 我想應該都會有很多人進場來觀看這場比賽 平常只能透過衛星 透過網路來關心國內的棒球 現在中華隊來到東京巨蛋 直接到現場去看 而且以這次的陣容來看 我確實是非常的好 尤其在投手的陣容來講 或是打手的一個陣容來講 確實都是還蠻好的 能見獨屎今天2.2局的投球被打三隻安打 投出兩次保送一次促身 楊貞剛這個球打成左邊方向的飛球 但是不夠遠 左來手終於翔印上前來 揭插出局 這個球可惜了 稍微受到一點擠壓 所以揮擠的過程當中 力量沒有辦法完全的釋放 但是雖然看到擠壓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球 飛行的距離也是蠻長 如果是擠有點稍微再早一點 讓手可以伸直的話 其實這個球很有可能是長打 因為不要忘了 其實楊貞剛 在去年日本職棒裡面 他還是有長打的表現 是 即便在週季棒球場的預賽也有一隻拳雷打 不過他剛剛的球是打給他的隊友 同樣在日本活躍著中田翔被接殺 一出局輪到第二棒的林哲軒 這個球好球 從 從 射金正上來之後 中華隊到目前為止 現在是五上五下 的確是蠻有壓制力的位置投手 而且控球真的是投得還不錯 而且快慢的搭配 我們剛剛到現在看起來 其實他的球種用的沒有很多 包括像曲球滑球跟速球 那這三種球路的一個落差的 這種距離 真的是還蠻大的 對 這個球打成了右邊方向的平飛球 Fair界內 現在這個球一直滾到全打牆邊 林哲軒很快的速度 繞過一雷往二雷走 停在二雷雷包上 敵人出局之後 林哲軒敲出了 個人在這場比賽裡面的D-Gender 也是中華隊團隊的第四Gender 我這個球有沒有看到 外腳球的設定確實做得很好 擊中球之後身體的方向做得非常漂亮 順勢一送 所以這隻二雷安打對中華隊來講 確實很重要 因為在一出局之後 隨便到中心幫助了 哇 在東京巨蛋球場想起了 國內觀眾朋友熟悉的戰歌 所以接下來就看到 中心打的如何來表現 最主要 現在看恰恰如何來掌握這個球的攻擊 前一次能得分 他當然也鞠躬絕尾 苦肉祭 哀雷祭出身球 上到壘包 而且最主要以色金證來講 他用了很多外腳球來面對打者 恰恰剛好就是反向攻擊能力 非常強的一位打者 是 所以要如何來做這個外腳球的設定 來做進行揮擊 確實是在恰恰在這次攻擊裡面來講 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對 沒錯 現在看到牛鵬裡面是兩位的左投手 對方來講有設定到 確實真的 能出手的 這個變化球揮棒落空 搖兩塊 稍微用力了一點 不然其實以這個滑球來講的話 確實恰恰可以攻擊得很好的機會 要求兩壞球 林哲軒正在得點圈 只要一直安打以他的腳繩 有機會再添一分 偏低的球一號三壞 二壘安打確實會嚴重影響日本投手的情緒 沒錯 包括像先發投手能鍵是同樣的 不過因為我們打那次二壘安打的時候 感覺上控球又出現了一點狀況 對 那你設定是同樣是面對同樣的狀況 你設定一隻二壘安打的時候 感覺面對恰恰的投球過程當中 好像控球又失去了一點準度 對 沒有像他一上來的時候那麼準 變化球 結果打成了三壘旁邊的界外 兩好三壞 那其實很趕喔 在那樣的情況下 用一個慢速的曲球走內角 對自己的一個變化球桶的控制能力 確實是蠻有自信的 對 當然也在猜測說打者這顆球可能會抓速 在渡什麼球路 然後三壘的滿球速 這個球出榜打成了本來游方的界外 其實這顆球其實是有掌握到的 所以我們看到雖然是界外球 但是他打向後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正後方對 對 揮擊的timing是對的 只是打到球的位置稍微有一點偏 有時候打擊就是這樣的難 有時候你失之好比差之 就會滿千里的 是 中華隊目前 團隊是出現了四支的安打 兩支一壘安打 兩支二壘安打 整個球 然後左邊貓家的飛球 中左外野直接落地安打 林哲軒現在非常快的角成 繞過三兩五本輪走 在中間球被卡頭下來 投射比停散一壘上 事實的一壘安打 恰恰為中華隊打回了第二分 嗯 精彩精彩 到兩好三位之後 掌握一個比較偏高的變化球 沒錯 恰恰打出了一支安打 這個時候 這一支安打 把日本隊的教練打進了場面 要叫暫停啊 已經已經連續兩支安打 因為這場都會引起場邊 教練團的距離 對 現在這顆球真的掌握了 雖然有點受到的擠壓 像中華隊手腕力量的運用 還是有辦法把球帶向外野 沒錯 從左外野之間落地的安打 林哲軒輕輕鬆鬆的送回本壘 所以這顆球以中華野一手傳本壘 感覺是有一點比較多餘一點 對 因為以二零三的跑者林哲軒 他是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跑者也判斷是很好的一位選手 再來要輪到大師兄林志盛 前面兩次相當可惜啊 都是打成了內野的沖天炮 感覺都快要打到巨蛋的屋頂那個高度 那接下來看林志盛有沒有辦法把高度轉換成遠度 對 對 因為他對這個球場是熟悉的 嗯哼 是在這裡有過好成績的 沒錯 而且他在這個球場真的不只打過一發拳雷打 嗯哼 林志盛前面兩次喔 那POPOUT 從天炮都是從能見獨屎的手中所揮出去的飛球出局 現在是他第一次來面對今天的射金正 日本對第二任的投手 好球 這個球打成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結果是二壘手後退 接殺 接殺了林志盛 希望這一次沒有那麼高 稍微把方向往前來修正 希望下一次能夠修正的更平一點 嗯 那這個球比較可惜的是說 這個球以志盛來揮棒啟動的時間 確實是比較晚了一點 是 受到擠壓的過程當中 球的飛行的距離就很難帶得出來 嗯 所以趕快希望志盛稍微做一點調整 因為畢竟接下來的一個局數 至少都還有一次打擊的機會 對 有機會再上喔 再來輪到周思琦 周董周思琦 前面兩次的打擊 一次被Standget 一次則是獲得了保送 他的那個保送帶有一分打點 打回中華隊的第一分 第一個球 好球 其實感覺讓周思琦在這次經典三的系列裡面 其實他選球真的都還很仔細 雖然他在二局下半是遭到三陣喔 其實也撐了相當多球數 沒錯 過往來講 周思琦在中華直棒 他還算蠻會設定球路的一個選手 沒錯 他如果他喜歡的球 他會做權力做揮擊 但是我們看到他這一次在經典三的系列當中 他從原則上從 因為說第一輪開始 他在選球的過程中就很仔細 對 我們看他很少會在第一個球來的 他就出棒 場面還是可以聽到 國內觀眾的加油聲 聽到國語的加油聲 替中華隊加油替台灣加油 周思琦加油 你聽到了 雖然是聲小了一點 但聽到自己熟悉的語言 總是還是會有一些很熟悉的感覺 很溫馨 對 你聽到周思琦拳淚打的歡呼聲 再牽制 其實這個牽制是對的 恰恰的速度不錯 不隨便跑 但成功機率還蠻高的 而且我看到 現在剛剛回臉 好像有一點點不太順 有點卡卡的 所以你剛剛 射心那個牽制動作來看 他牽制動作確實也真的是挺快 是 射心正面對周思琦 哇 這個球變化的角度夠犀利啊 讓周董揮空 壓的位置也夠低 所以這個球 應該是所謂的 我們常常說的螃蟹球 當然 以螃蟹球的歸類來講 應該算是在變速球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 變速球 剛剛我們也沒有提到 其實他的這個球員這樣 偷的也還不錯 左拿者的外角偏低的這個角度 來調 所以出棒之後被騙到 揮空 這個半局中央隊敲出兩者安打 林哲軒二壘安打 彭正銘一壘安打 現在一壘以上的就是恰恰 走思琦球數兩好一壞 這個外角球出棒打成界外 所以他跑著 還是抓準機會還是會做啟動 嗯 所以當然以恰恰在現在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確實他如果是有辦法掌握到 對方想要投變化球的一個過程 來做倒壘的啟動 確實如果是還能夠成功 有機會 沒錯 有在兩輸之中 創造出一個得點之間的打擊機會 日本在前面對上古巴的比賽 是3比6 敗給古巴 拿下A組第二的名次 所以要和我們B組第一的中華隊來對戰 射競爭 其實離壘的距離還不錯 這個球內角球出棒打成了本壘後方的界外 球數不變還是良好愉快 你恰恰大概過往的觀賞 他的道遠 他不是個離壘距離很大 他最主要是在掌握那個道遠的啟動的時間 還有最主要一點就是他比較會解讀 頭部手之間的一個配球 也就是他盡量找一些變化球的過程當中來做道遠 當然因為對變化球他要花的時間久 是比較長一點 相對他也會提高道遠的成功率 王正銘五局投完用了68個球 然後鏡頭也帶到在休息室裡面的王正銘 這個變化球跑著走了 Safe 果然抓了一個變化球 恰恰也跑出了中華隊今天第一次的道遠成功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但是打者被三陣 所以無功而反啊可惜的半局 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場中日大戰 現在打完五局要進入到六局上半 要進入到六局上半 現在看到場邊的工作人員 在整理投手丘 的確 就現場來看到投手板 就是好像挖了蠻大的一個洞出來 一般來講其實投手丘這個地方 土是比較厚實一點點 那投手板這個地方 那樣投手是踩著抵住 來往前投球的支撐用 但通常若是動他太大的話 要補啊 沒有他動太大 他會影響軸心腳 他要在轉動的過程當中 他會有點卡卡的 現在六局上半日本隊的進攻 要輪到中華隊的王健民 來投球 然後看得出來應該是 希望在這個地方做一個修補啊 看來回顧一下五局下半的狀況 當時一人出局之後 林哲軒敲出了右邊方向的二壘安打 直接進在得點圈 下一棒三棒的彭正銘 則是打出了中左外野之間的安打 這一戰打讓林哲軒回到本裡攻下分數 那接下來在兩人出局之後 雖然彭正銘倒壘 雖然球傳的也慢了 不過打擊了周思琦 對一個變化球沒有出棒遭到三陣 所以是留下了殘壘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現場的工作人員 開始進行了一些 投手板上面的一個整理 因為我們前面也提到 當然 投手板它最主要的一個效果 就是讓 投手要投出去的時候 軸心腳它一個穩定用 但如果是動如果太大的話 其實反而會影響軸心腳 在他做那種踏點旋轉的時候的那個動作 在剛剛填補完紅塗之後 現在要讓王健民來試試看 以王健民現在的狀況來講 除了為國爭光 希望為中華隊投進到下一輪之外 同時準備單位也提到了 在目前沒有任何大聯盟合約的情況 他希望在這裡投出他的價值 沒錯 所以感覺上整理過後之後 我們看到投手板那個洞稍微小了一點 但是投手板它的一個 所一點點凸起那個高度 還注意讓 投手有一種所謂支撐的效果 沒錯 在這個Cansale傳二壘的牽制之客 也表示王健民 這個階段的熱身結束 比賽要繼續來恢復進行 六局上半 日本隊打擊要從第四棒的阿北 阿布勝之助 開始來打起 當然就以用球數來看的話 除非王健民在這一局 用球數真的很精簡 不然他這一局 很有可能是打最後一局的投球 對 前面用了68個球 打第一個球 一手正面的滾地球 恰恰說你不用來我來 自己採點包 刺殺了阿布勝之助 阿布今天3-0 還是沒有安打出現 當然這就是王健民最樂意見到的 一個球要一個出局 出局數 所以這一局來看的話 如果是能夠精簡的 用一些球數的話 有可能到第一局 沒錯 現在看到潘威倫和楊耀勳 在牛棚的投手換人了 我們知道 在對上荷蘭的比賽 上來接替年輕的王耀玲 雖然一上來 一個出身 被打利詹安打 掉了3分 不過接下來 沒有讓荷蘭隊 再擠出任何難打 他拿下了中華對荷蘭 那樣比賽的勝利投手 一出局輪到 Hitoy 密警加難 密警在4局上半 曾經擠出過一支 二壘安打 還進戰到Stanley 但最終是留下殘累 這個球好球 沒有出放 沒有好球 兩壞球 深卡球壓在這個進了一點 確實對打者來講 真的還是放過比較好 這種球打得好為止 但你要說形成很強勁的安打 難度很高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飛球 左外野手往後退 楊財剛推到牆前 跳起來接殺 Nice play Nice play 最後我們看到他 後退的一個追球的過程當中 判斷球的落點都做得很好 對 加上最後一個 因為比較靠近前來打牆 做一個彈跳 把這個球給彈下 沒錯 這個球真的是 被密警掌握得還不錯 咬得很準啊 那飛行的距離也相當的遠 不過楊財剛跳起來接到之後 用手套拍拍胸口喔 交給我 沒錯 這個動作就是說 交給我 呵呵呵 當然一開始只能說 楊財剛這個手臂的判斷很正確 沒有錯 但那一開始手的站位 就比較後退一點 是 因為他也知道 密警他這位搭檔 他是很強搭手 所以在站位的 站得好 那一開始的話 你在手臂的判斷的過程當中 你就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沒錯 楊財剛也是日本媒體 一直強調要特別注意的 首棒打者 人選 因為他 在日本直棒已經 有相當的時間了 對日本的這些選手 有相當的了解 再加上前一輪 在台中中 中級棒球場的 越賽的第一輪 那麼傑出的表現 不提防不行 沒錯 而且剛剛這個球 若是沒有接到 至少都是個二雷安打 這個偏高的球 白門有人出棒 結果林哲軒現在迎上前來 邊往左邊移動 邊接殺 讓六局上半日本隊 三上三下 東華隊仍然是2比0 兩分領先 這個區塊做的全部都是來自台灣的加油團 一邊敲著加油棒 一邊揮舞著國旗 一邊高喊台灣加油 大家都希望場內的中華代表隊 能夠贏得這一場的比賽 來到六局下半 要輪到中華隊的進攻 當然今天手臂上 真的 王健平的投球 不是個人英雄的投球 而是全隊一起參與的一場棒球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們看到今天 在野手裡面 真的都是做得很好 包括像郭彥文 林志勝 以及陳擁基 在面對這些滾地球 有些球員圓志勝都打得很強勁 但是處理起來 圓志勝都還蠻得心應手的 這邊日本隊現在在六局下半 換投手了 換上了田中將大 在這個半局第一個上來打擊的是 小胖林洪裕 田中將大的是日本 東北樂天英隊的球員 也是今天日本隊所動用第三任的投手 這一個偏低的球路讓林洪裕揮棒落空 被三陣出局形成了六局下半的第一個出局 兩個速球 就在搭一個紫岔球 這個球 說真的 這個球真的也不是 玲瓏玉打不好 這個只能說 田中將那這個紫岔球 確實是太有吸引力了 兩號球的過程當中 壓得夠夠低 真的充滿了引誘的意味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紫岔球來到了八十八 到張建銘 一人出局之後 張建銘的打擊火哥 到目前為止 六局下半中華隊有七次遭到三陣 所以中華隊現在的攻擊來看 要如何創造跑者能夠上來 的確是現在火哥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情 哇 這個偏低的球被調到又揮棒 再看一下這個球路 又是這個紫岔球 對 紫岔球本來就是田中將大 蠻厲害的一個武器 畢竟他搭配著 將近一百五十公里的速球 再搭配了一個 壓在很低角度的一個紫岔球 所以打者來講 確實有不錯的一個壓制力 沒錯 結果再拿一顆這個球 幾乎掉到地上去了 但是火哥揮空 連著兩棒都是揮棒落空 遭到三陣兩人出局 而且兩位打者說 三陣的球路員像是一模一樣 都是一個紫岔球 是掉在偏低的一個地方 可惜啊 對 以田中將大來講的話 他的直插球下去的速度 真的是很快 而且他 非常靠近板蕾板才才開始做變化 因此搭者在判斷的過程當中 確實是不太容易掌握 再來輪到打擊的陳詠希 第一個球也歸空 我們看到 中華隊搭者 前三位這三位打者 面對田中將的拉球 感覺上都還在適應的一個階段 沒錯 日本隊的總教練是山本浩二 前中降大 面對陳詠希 這個球 偏外側的變化球偏低 要兩塊 那個區球 所以以會的一個球種來看的話 以田中將大來講的話 訴求當然不用講 包括像我們之前提過的紫插球 區球以及滑球 人家都投得還不錯 這個偏低的球打成了右邊方向的飛球 又外秀 內穿勝衣 不退接殺 三角出局 讓六局下半中華隊 三上三下 不過目前仍然是2比0 兩分領先日本隊 超過鏡頭我們來到了東京都的上方 前進東京巨彈 TOKYO DOOM 來看在裡面所進行的2013年 世界棒球經典賽 八強附賽裡面中日大戰 台灣前面的六局中華隊目前是2比0 兩分暫時領先日本隊 而在七局上半中華隊更換投手 換上了潘威倫 對上荷蘭之戰的勝利投手 國內同事隊的球員呢 所以 以王建民今天的投球來看的話 確實也完成了曹總所交代六局的一個先發任務 對 這個球打成二雷手正面的滾地球 歸文接到之後輕鬆傳一壘 刺刷了中平牆一人出局 所以就王建民今天投球的表現來看的話 確實投得非常的好 三陣或許沒有投得很多 但也是被打住了零星的幾支安打 所以主要是在一些危機的出野的狀況來看 確實都投得不錯 包括像第一局就有四分的危機 對 然後到了第四局第五局 因為這樣都把整個場面控制得非常的好 即便讓對方進戰到一三壘 還是能夠守下來 那現在輪到今天前面二支二的倒夜賭記 兩次上來兩次都是安打 不過前兩次都是該局的首棒打者 現在是一人出局 我們前面講到過在對上荷蘭那場比賽 在第二局上來中進 雖然一開始有一點點不穩 術身球跟被打了一支安打 讓文耀林承擔了三分的責任失分 不過接下來沒有再讓荷蘭隊敲出過任何一支安打 那場比賽荷蘭隊九局打完也不過一安打 所以看到頭走更換掉了 連帶武手都做一個 調整了 換上個老搭檔高志剛 直接站起來喔 直接站起來喔 但是這個高球沒掉到 不過這個掉球喔 這個配球應該是為下一個球路來做準備 兩號球一換一球 整個球打成左邊方向的平飛球 結果出現了安打 今天三支三 老將的價值就在這裡 比倒夜賭計 這顆球真的是沒話講 打到重心都已經偏掉了 最後一刻還能靠手腕的力量 把這個球往反方向做公式 送過去喔 我們看到這個 重心整個都已經跑掉 而且肩膀跟前跨腳都已經開掉 最後面還是有辦法把球帶進來之後 用手腕的力量輕輕的一個一投 對 的確 以攻擊的技巧來講的話 道夜賭計這場比賽三安打 夠純熟喔 真的沒話講 一出局之後 道夜賭計靠著安打 上壘今天第三支安打 這位打第一個球 阿里手接到之後 轉身傳一雷 刺殺樂打擊的鳥古靖 兩人出局 雖然接球感覺上 有一點不太穩 但是接到球之後 傳球的一個位置 還是傳得蠻理想的 對 今天再預告一下 在C組和D組的賽事部分 今天要進行的 在亞利桑那鳳凰城 是加拿大和義大利 另外還有墨西哥對上美國 在波多里克 所進行的下一場比賽 將要由波多里克 來對上西班牙 另外兩隊 多米尼加和委內瑞拉 在今天已經打完了 多米尼加是以9比3 6分之差 擊敗了委內瑞拉 拿下了分組 預賽的第一勝 在美國隊 第一場比賽 將要派出的是R.E.Dickey 拿下賽洋獎的蝴蝶球投手 哦 場內現在 要直接更換投手 阿威倫在 兩人出局之後 現在要退場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 再來看這一場 中日大戰 中日大戰 回到比賽 回到比賽的現場 在今天阿爾達 所為您帶來的這一場 在東京巨蛋 所進行的中日大戰 在七局上半 日本在兩人出局 奧壘上有倒夜 阻擊的情況下 中華隊更換投手 把在這個半局 上來中繼的潘威倫 換下去休息 換上來的是小小郭 郭洪志 所以看起來 曹總對這場比賽 勢在必得 也很想把他拿下 對 不然就過往來講的話 第八局才會上來的 郭洪志 提前一個人次 在這邊換上了 代打 原本要輪到左打的 角中聖夜 小鐘給換下去喔 在 七局上半 兩人出局 得點選有人的 情況下 換上了 長野酒藝 另外一外一手長野酒藝 這個球打成了 本磊後方的 這場有96麥 所以感覺像 郭洪志 好像 感覺又回來 對 如果是能夠保持在 95麥以上的訴求的話 真的 以郭洪志的手感來講 確實是很難打得起 當然大家都知道 在中寒之戰 他上來被打了 逆轉的蠢雷打 不過其實隔天 他已經說 沒有關係 他會在接下來的比賽裡面 好好的繼續努力 這幾球都是90麥以上的訴求 沒錯 長野酒藝是日本獨賣巨人隊的選手 那原本這個打擊的角中是左打 所以面對左頭 這邊做著選手的調度 當然 日本隊的交換團 也會針對 郭洪志 他過往對鴨子左打 是非常有能力的狀況下 做一些 人眼上的一個對調 內角偏低的訴求 再出棒 慢打成右邊方向的界外 前面 中奧中和之戰 他都曾經上來投球 當然雖然對韓國有一點掉分的狀況 但其實整體上都還投得不錯 平靠的訴求 調照了長野酒藝人 揮棒落空 使得七局上半 日本隊再度留下了二壘的殘壘 中華隊仍然是2比0 兩分領先日本隊 來到七局下半 看看是不是還是中華隊的Lucky7 在七局上半 卡庫 郭洪志 黑掉了代打長野酒藝 看他 氣得想 把棒子往地上用力一甩的表情 其實還蠻大快人心的 郭洪志來講 他的偏高的訴求 本來就很有威力 威力 而且因為他的偽禁夠 所以他一直往本壘上攻 在延伸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會吸引打者的揮棒 不像一般他可能 偽禁比較不好的投手 他可能球會有一點點 朝這種捕手的下方去 但是我們看到郭洪志 他的投球 他的訴求就是 他的延展度做得很好 是 這個半局第一個傷害打擊 是郭炎文 郭炎文今天前面兩個打數 一支二壘安打 而且跑回中華隊的第一分 要面對的是 今天日本隊第三任的田中將大 田中將大在六級上的蹤跡 確實是展現了 王牌投手的身價 沒錯 2K一個外野 飛球 飛球 這個球被咬中 那牛方的界外 你面對田中這位投手的話 原則上你可能只能做 所謂的一種 球路上的分別來做設定 會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是你真的要所謂的 看到球在打或是見招拆招的話 可能會來不及 會比較來不及一點 因為今天看起來他的訴求跟他的變化球的狀況原則上都還不差 這一個訴求壓在偏低角度進來 郭炎文揮爆落空三陣出局 上來投了四個人次 結果送出三次三陣 我們看到這個兩號球之後的一個訴求 哇 進了一點 又壓得這麼低 這已經是中華隊今天第9K 第9次被三陣了 確實看起來狀況真的是還不差 並不像媒體所說的說 感覺上控球的狀況很不穩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一些球的一些進了一點 不管是訴求或者是變化球 都能夠投到補手藥的位置 而且快慢之間都有一定的搭配在 對 這個球打成軟弱的內野滾地球 二手緊端 黃一磊 刺殺了打擊的楊代鋼 楊代鋼今天到目前為止 三個打處沒有擊出安打 感覺像舊揮擊是有點設定到 但是揮棒的過程當中 稍微受到有點擠壓 是 田中將大在曾經前面兩場比賽有出賽 總共前面四局 頭球被打七隻安打 但是有六次三陣 再來輪到林哲軒 林哲軒今天前面三次打擊 一次在一局下半是 千萬飛球被截殺 再來三局下半被保送 五局下半則是擊出二雷安打 而且回來攻下中華隊的第二分 這個內角球沒出棒好球 田中將大投球來講的話 抬腳之後的一個轉身 最後要出手的加速度確實夠快 所以讓他的一個速球的一個穩進 還是他變化球的一個進了一點 確實也夠犀利 而且投球的節奏很明快 最主要是他的一個控球能力也夠 對 推出投手球稍微活動一下 兩好球沒有壞球 偏高的速球94麥 沒進到好球袋 在對上古巴的比賽 田中將大上來投了兩局 不過現在關鍵時刻 再送出一次三陣 讓七局下半中華隊 再一次遭到三上三下 來到八局上半 我們看到前面 田中將大的投球 在七局下半再度送出了兩次三陣 從六局下半上來之後 讓中華隊是六上六下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中華隊現在還是兩分的領先 而在場上投球的仍然是小小郭 郭洪志 會慢慢進入了比賽的後半段 在對方派上還不錯的投手 在得分能力有限的狀況下面 接下來的包括幾戰鬥 像是郭洪志 或是上來會做關門動作的成功 確實在能再掉分的一個空間 也是相當有限 沒錯 剛剛才秀出來高志剛 其實在前面一個半局 他為了上來投球的時候 就已經上來蹲骨 這樣來算了 其實他和郭洪志的搭檔 也已經很久以前 就有這樣的經驗了 因此以這一局來講的話 要面對日本隊比較前段棒次 因此以郭洪志來講的話 面對第二半的緊端 確實是他該要解決的一個人選 沒錯 總是希望這些中心打者上來打擊的時候 北報上原則上 都如果是沒有人的話 那壓力小得多 最近的五次大小手術 郭洪志還能夠在投手球上面投球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奇蹟 用浴火鳳凰來稱呼 是一點都圍過 大家印象相當深刻 在前幾天的新聞媒體都看到了 包括網友的在網上所傳閱的那個照片 在中寒之戰之後 郭洪志在游覽車上面看手機的照片 相信讓不少球迷朋友 會對他形容是相當的感慨 不過在這個時候 被敲出了中間方向的安打 打得並不結實 不過球在中右外之間落地形成安打 前面講已經解決掉第一個打者 不過現在讓緊端紅盒上到了壘包 這個滑球近一點稍微高了一點 雖然看到了 緊端稍微受到的一些擠壓 但是反向的一個攻擊的方式 還是把球帶到外野 沒錯 這是緊端紅盒 今天上來打出第二支的安打 接下來要輪到的是內川勝一 內川勝一今天前面三次的打擊 有一支安打在一局上半級 如果安打還有一次倒壘成功 這個球偏低 前面我們看到小小谷 標出了高達96米的速球 射金正也在休息室裡面來看著場內的比賽狀況 這裡可以清楚看到台灣加油的海報 這個球 這個球打成了 反彈球 結果穿出去 到了用外野形成安打 現在球要往三類傳 Safe 連續的出現了兩支安打 一個 飛球形成安打 這個則是高彈跳的球 形成安打 現在日本隊在八局上半 攻占一Stanley 一個人工草皮的特性 如果是他第一個彈跳 比較強勁的過程當中 就很容易形成這種所謂的高彈跳 高彈跳 剛剛我們看到這顆球 又剛好落入了 這種 掉到了恰恰的後面 是 那當然以二壘手來講 確實沒有什麼機會來接這一顆球 那這次其實以攻擊的方式來看的話 其實那一段一開始他就在鎖定 做反向的攻擊 哇 我們看到曹總在這邊叫了 暫停上到投手秋 在八局上半沒有人出局 一二壘有人的情況下 曹總現在當機立頓要做投手的更替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來看看八局上半 中華隊的防守 曹總在八局上半做了投手的調度 在光智被敲出兩瞻打之後 現在晃上了王靖明 王靖明來中繼 我現在的局面是沒有人出局 一三壘有跑者 沒錯 從此以這個狀況來看 若是能夠掉一分造成一個雙殺的話 對中華隊來講 或是能夠掉一分造成一個雙殺的話 或許也不是一件壞事 前面曾經不止一致看到日本球迷 這樣子興奮的表情 不過前面 中華隊的防守是都讓他們失望 希望這一次能夠再一次擋下來 所以以王靖明來講的話 要如何製造出雙殺最好的一個進了一點 就是這樣把球路壓得偏低 確實是蠻不錯的一個進了一點 這讓我們看到阿布勝之助他的速度並不快 所以若是形成滾地球 形成雙殺的機會是蠻高的 當然原本輪到的阿布勝之助還有下一棒的秘境 都是左打 但是在被連敲兩盞打之後 選擇把郭龍志換下來 由王靖明來接手 一三雷有跑者 這個球打成了 左邊的界外飛球 兩好球 所以以這一局來講的話 以中華隊的角度來看 若是能力保不失分當然是最好 但若是能夠以最少的分 也說他只能夠掉這一分 而且把這一局給收起來的話 對中華隊來講 確實是蠻不錯的選擇 沒錯 三壘上的頸端紅河 一壘上只有內穿勝衣 不過用滾地球 換雙殺 三壘那一分其實沒有關係 這個球偏低 兩好一塊 中華隊打了三次的經典賽 第一次挺進到八強 當然希望能再一步一步往前推進 嗯 這一關看起來是本場比賽到現在 中華隊最大一個危機 這個球非常強勁 結果打穿了一二壘之間 右邊方向的滾地安打 三壘上的警方紅河回來 空下了日本隊的第一分 而且仍然是沒有人出局 壘包上還是有兩名的跑者 局勢還是相當的緊張 沒錯 連續三支短程的安打 先擠回了一分 這是阿布勝之助在經典賽裡面的第一支安打 在相當關鍵的時刻所敲出來 嗯 最主要是這個偏低的球 沒有辦法吸引他的揮棒 嗯 因為他掌握了一個比較偏高的 而且獅頭的訴求 打穿了一二人的防線 對 其實在前面的 預賽的三場比賽裡面 日本隊的得分都不多 嗯 在面對巴西喔 落後了大半場到八局上面 才逆轉超前 而對上古巴的比賽 甚至是到最後面 才拿下三分 還是以3比6輸球 這個球點 投手接到之後 傳Stanley奉殺 喔 漂亮 嗯 非常乾淨俐落的傳球 一開始我們看到 逆行這個球 點了原則上 就比較強勁了一點 接到球之後 我們看到王靜民 他轉身的動作 非常的一個迅速 最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看到 高志剛的Sign In 讓他的指揮做得很好 對 一點下去之後 他就告訴王靜民 趕快做三壘的傳球 所以他就轉身 立刻傳了 嗯 其實不要看這樣的轉身的傳球 其實這種轉身的傳球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沒錯 因此我們看到很多投手 其實這種大轉身的過程當中 行程報酬的幾率是還滿高的 因為往上前 迎上前來跑步接球 然後要轉身 其實大概180度的角度轉身 他偏向三壘 要準確的傳球 其實是有難度 嗯 日本隊現在更換代跑 換上了本多熊衣 原本二壘上要是阿布 換上了腳繩比較快的本多熊衣 來擔任代跑 他只要輪到版本永人 解決了 短打失敗的 秘境加難 接下来真的要慢慢进入破弹棒的时候 看王静明有没有办法顺利把这一局就解决掉 这个时候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界外 1-on-1也好有快 他没有人今天前面三个打数 有一只安打在四局下半 其实说游击区的内野安打 所以比赛慢慢往后走 确实双方面的选手压力真的越来越大 阿布终于敲出安打 但这个状况 这个结果是中华队的球迷所不乐见的 现在一出局一二雷有跑者 这个球偏外侧也好两块 静明姐其实相当不错 非常紧张的局面在八局上半 现在日本队追成了一比二 一分的落后 不过得点圈还有人 王静明 中华队今天第四任的投手 这个变化球还是偏外侧 没有进去 没有进去变成了一好三块 用连续两个外脚球一块一慢 都没有办法吸引打者的一个挥棒 其实这两个球近了一点来讲 确实是还蛮有引诱性 版本有人的打击 球数是一好三块 一人出局 到垒上有本多雄艺 一垒上有秘境加难 这个球打成了内野的滚进球 右手拦了下来 但是这个球现在 突然一手踢到中 往三壘传 out 抓到了往三壘跑的本多雄艺 sorry是逆境 不过提前起跑的本多 是回到了本壘 现在日本队 在八局上半追成平手 靠着是一个内野的安打 版本勇人 这个球我们来看到 真的也打得够强劲 虽然您这阵把球给挡了一下 但是没有办法把顺利接近手套 在后面不位的阳带刚 确实反应也够快 行程安打掉分也是难免的 但是至少他还能够抓到 一垒往三垒跑的跑者 这场比赛 日本队现在球队 是已经敲出了二位数的安打 现在杨耀勋和陈红文 在牛棚 继续在热身 不过中央就是后攻 不要放弃 没错 守住这个半局 我们还有两个半局能够打 王静明 这个球好球 中天翔没有出棒 中天翔今天前面三个打出没有完打 都是滚地球出局 但他是有power的打者 要提防 在八局上半 两分的领先 现在被日本队给追平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况来讲 虽然被追平 但至少已经取得第二个出局 对 王静明应该抓打者 没错 赶快稳定一下 至少在这一局到现在 把他踩一个刹车 至少我们是后攻的球队 我们还有一些攻击的机会 没错 我们待会下半局就可以反攻了 这个球挖地瓜的坏球 结果 武手虽然挡了一下 但是球弹到本磊的后方 使得 磊包上的 他们有人 往前推进到三磊 的确是一个蛮偏差的一个 爆头 内川胜一 所以 内川今天的攻击来讲 确实都蛮有破坏力 对 四个打数 两只安打 当然从这个半局 第一个上来打击的颈端 就是三只二 先上到雷包 结果现在曹总再度 叫了暂停 看来是要 再度更换 在这边 中央队要再换投手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玩过后 再一起来为中华队加油 回到比赛的现场 在今天东京巨弹所进行的这场2013年第三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八强复赛 中央队在八局上半现在碰到的日本队强力的反扑 在这个半局敲出了四只安打 现在在两人出局之后 跑者进站三类 中央队更换投手 要换上这个半局第三位的投手 陈宏文 原本共智从第六局解决掉 长野九亿之后 在八局上半续投 但是被敲出两只安打 这时候换投手 换上了王庆明 王庆明也被敲出两只安打 在这个半局换上第三任的投手陈宏文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担任的是 closer终结者的角色 所以日本对这局的攻势来看 四只短程的伊雷安打 却也打回了两分的一个分数 没错 因为中田翔 在一毫两坏之后 序头 第一个球 挥空 两毫两坏 上来就标了一个蛮招牌的诉求 超前分在三类上 这个球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 卸外 等下是两毫两坏 阿布 甚至在前面 安打上类之后换上了带跑 待会要换上第二任捕手 版本有人在三类上 两号两坏之后 这个球在头打成了飞球 右边方向张建民 截杀 三出局总算结束了八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四只安打打回了两分 目前中华队和日本队是2比2战成平手 回到世界的棒球经典赛 在日本东西巨蛋所举行的副赛 那么在八局上半 日本队靠着四只安打攻回了两分 原本的捕手 阿布胜之助 也急出安打 然后换上了带跑 这边要换上第二任的捕手 相穿亮二 投球的仍然是田中将大 而打击在这个半局 中华队要轮到三棒的恰恰彭正敏 第一个上来打击 接着看中华队的中心打折 该如何来发挥了 这个球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在八局下半 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 恰恰彭正敏一上来敲出了个人 在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二只安打 今天三个打住两只安打 上来面对了一个比较偏高的四头球 恰恰这个球确实也打得够强劲 因此以这一局来讲 对我们中华队来讲 确实也是攻击的很好机会 没错 再来要看大师兄了 看大师兄这时候 能够把一个安打再继续做一个串联 前面三次打击 都是内野的飞球 没有飞出过内野区 真的是见高不见远 但这一次关键时刻两队现在是平手 这些挥棒都很强劲很猛 但是最终击球的位置都不理想 所以自身来讲 现在如何找到球跟球棒最好的一个击球点 也就是他如何找到那个甜蜜来做挥击 当然全挥击是他一向的一个攻击的策略 但这时候我想长打当然是更好 但是串联的安打才是中华队 接下来想要得分的一个蛮重要的契机 变成准确的命中球星 是现在要球的 是 外脚偏低的坏球 原则上 也没有用速球来面对林志胜 第一个球就投在外脚偏低滑球 林志胜 这个变化球打成了三类旁边的界外 还是个滑球 但这颗球原则上对我有点调中 林志胜的挥棒 一好球一坏一球 偏高偏内阵的坏球 一好两坏 一好两坏 这个球确实是林志胜 可以来做设定回击的一个机会 电话球 左边方向的飞球 左一手往后退 打来垂打墙上 抬回来 是一个漂亮的安打 现在加加彭正明上三类 林志胜停在二类 垒包上 在八局上半 虽然被攻下两分追平 不过八局下半 中华队也有非常好的机会 林志胜总算打出来了 这颗球直射全天打墙 真的是比较可惜 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是那个两分炮 我们看这颗球 真的是偏高的滑球 其实真的有一点逮中了 飞行的距离也够了 但是我们来看 就差这么一点点 直接打在全天打墙上面 东京巨蛋的全打墙是相当高的 哇 这个球 但是虽然是有点 没有办法出去 有点可惜 但毕竟是没有人出去 二三类得分的好机会 接下来我想后续打者 要如何把这个气势整个 把它串联起来 没错 原本和天龙将大搭配的 补手是阿布 胜之助 再换上了香川亮二 同样的投手 换了一个补手 上来在八局下半 连续按了两只安打 现在看到的是 山口铁野 也是独卖巨人队的 投手 但你刚刚看那球 第一开始打出去 真是很有机会 我没有关系 现在没有人出局 得点圈上两名 逃者 打击了 轮到周董周思琪 不要忘记 今天中华队的第一分 就是靠他的保重 挤回来的 而日本队现在手背上 采取了一个 缩小手背的态势 没错 所以以三类的跑者来讲 当然面对没有人出局的话 跑的其中就不用那么的 保守一点 对 穿出去再走 但这时候以周思琪来讲的话 要如何挑一些 比较偏高的球路 打第一个球 分类后方的界外 今天的中华队 我们看到 不怕日本的那个气势 没错 最主要是任性 对 因为我们全体 现在的一个四季 都非常高 虽然已经被追平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局 还没完 比赛还没完 八局下半 没有人出局 中华队攻占二三垒 周思琪的打击 这个球安打 中间方向的安打 三垒上的彭帅 回本磊得分 现在林志生平在三垒上 连续三只安打 Nice play 这个球真的是掌握 田中这样大一个变化球 没有掉下来 现在我想 全台湾的气氛 应该都非常的高 Yes yes 中华队 在八局下半 连续的三只安打 现在再度取得了领先 三比二 这个只插球 真的是被周思琪给带到 当然以这颗球来讲的话 因为一个弹掉 就进中外一手的手套 所以回传相当快 对 所以上了跑者 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可以回本磊得光 打到之后 周董就知道有了 好球真的是好球 周思琪这个球 真的带得非常漂亮 因过往来讲的话 周思琪他面对低球 他有他攻击的一个实力在 所以面对这个直插球 没有掉得很低 一棒被他打成 中间方向的一个平飞 对 没错 没错 周董我爱你 现在周思琪 换上了带跑 在一垒上这个位置 那这一棒也使得 日本队要更换投手了 田中这样大 你是王牌吗 下去吧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再来看八局下半 中华队的进攻 放球 回到阿尔达为你带来的 经典赛 副赛的现场 我们看到投手球上面 日本队 把田中将大换下来 因为他连爱了三支安打 让中华队再度取得了超前分 而投手球上面则是日本队今天第四任的投手 山口铁野 田中将大在休息室里面 沉默不语 看他还蛮嗨的 以田中将大来讲的话 前两局确实是完美的演出 六上六下送出四次 不过到了八局下半 局势一下子改观了 而且这三支安打 尤其是林智的那支长打 确实把田中将大的 整个一个信心 好像有点打下来 没错 再加上接下来 周思琪是串联的安打 的确也打中了 田中将大的一个直岔球 把彭正平送回本磊 周思琪今天带有两分 打点非常的关键 没错 而且不要忘了 攻击还是持续的进行 对 若是以这一局来讲的话 能够再多得一些分数 确实是我们在这一局 很大的一个优势 一蕾上换上张正伟 也是兄弟相对的带跑 来接替周思琪 回到打击是高志刚 来接替林宏玉的敦补 现在第一次站上打击区 所以以这一局来看的话 高志刚或许在 配合战术下面来讲 可以搭配一蕾的跑者 张正伟还不错一个速度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个下达 当然就这个状况 可以下达的战术上还蛮多元化的 包括这样短打也可以 打带跑甚至大尾 都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现在没有人出局 中华队得分的大好机会 当然甚至也不排除所谓的强迫取分 或许也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式 这个球偏内测 但是是个好球打者 没有出棒 也好一块 林志胜在三壘上 一壘上是带跑张正伟 刚刚在林志胜瞧出安打之后 我们看到大师兄总算笑了 虽然今天在首币上有几次精彩的演出 而周思琪也是 在打出安打之后 正必欢呼 的确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打出的一个安打 确实可以为自己来稍微鼓励一下 对 不只激励自己 激励队友 激励全部在电视机前面 为中华队加油的观众球迷 这样比赛的张力 对高之刚来讲 其实是小case 没错 历经三届的经典赛 还有亚锦赛 亚运奥运 早就习惯这样的压力了 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再有表现 没错 其实看得出来 三口的上来做中 感觉上他也感觉到了蛮大的压力 高之刚来攻击的过程当中 确实可以透过一些选球 来设定一些自己想要攻击的一些球路 外角球 结果这个球挥棒落空 关键时刻换上了 左头来面对中华队的打者 最后拐进来一个外桥的滑球 确实是进了点还不错 所以以这一局来看的话 中华队确实能够再多得个一分或者是两分都会造成日本队在九局上半 他最后攻击无限大的压力 没错 中华队确实能够是日本独卖军队的选手 但是这个追杀林志胜的动作 让垒包上的两名跑者变成了二三类 相当聪明的一个跑垒 毕竟以这个状况 我们刚刚整个内野手边 它是完全趋前的一个状况 所以面对这样的强劲的滚地球 原则上三里的跑者要回来 机会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们看到林志胜站在三里跟本垒中间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游击球追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包一垒的跑者 也上到了二垒 然后张政委上三垒 对 所以以这样的话来讲 又提供了一个至少不用安打 就可以得分了一个好机会 轮到火哥张建民 还是一个缩桥内野手背的护震方式 那事实上只要打穿 有机会一口气再添两分 没错 现在不管打那边 只要没有人守队的地方就可以了 哇 这个球打成了飞球 丢起手 后退 结果 没有话说 这个守队非常的精彩啊 没有错 背对追的球 感觉像有点跑过头了 还要办法把球接住了 可惜是打成飞球 没有任何推进的效果 当然以这颗球来讲的话 火哥文质上我们看到这个球 他也挑了一个想要偏高的球 来做挥挤 但是真的是比较可惜 受到一点挤压的状况 没有办法把球给带得更深远一点 没错 相当可惜 嗯 所以这个球 我们刚刚就提到 游戏小冤将是有点跑过头的 但是最后面还是有办法把球给控制住 因为两个大戏 对中华队来讲真的是蛮可惜的 要到了两个出局之后 现在投销链叫了暂停 只是特别吩咐一下 目前中华队在两个出局之后 二三垒上还有跑者 三垒上张震伟 二垒上是 高志刚 就攻击来讲 最少都一定还要再得一分 对 不然就错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得分的一个机会 其实刚刚看起来只是拖时间 在前面赞明星之后 现在总教练要上来 要再度做投手的更换 三本浩二再进到场内 要再换投手 在这个时候 三口铁也是完成了他中继的任务 顺利的要到了两个出局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再来看八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回到比赛的现场 这一场由中华队对上日本队的经典赛八强复赛 在八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虽然两人出局 二三垒还有跑者 日本队再度换投 换到备号数号的泽村拓一 在这个半局 原本面对先 在前面上来中继的田中降大 中华队彭正敏林志胜周思琦 连续敲出了三支安打 但是目前只抢下一分 三比二一分领先 只抢下一分 就是这样真的还不够 你只看接下来的打击 陈庸基要如何来做最好的一个攻击 对 陈庸基今天前面三支林 有一次被三阵 有两次非球被揭杀 偏内侧的坏球 接近90迈的诉求从内脚进来 当然以 泽村拓一来讲的话 确实有很不错的一个诉求了 那当然陈庸基的话 如何来掌握他的一些 石头球来做挥击 是 二三类有跑者 再来一个偏高的坏球 QNO 对 看起来一上来 也感受到了蛮大的一个压力 毕竟日本队来讲 我现在已经没有在 十分的一个空间 阿布圣之助前面终于敲出了蓝打 但随即要被更换带跑给换下去 现在只能在场边 逼日本队加油 陈庸基 没有好球 两个坏球 雷脚球 这个球打成三阵手正面的滚地球 传一垒 结果陈庸基 被刺杀在一垒之前 留下了一个垒包的残垒 但这个半局中华队超前了 3比2 一分领先日本队 陈庸基在两人出局之后 打出一个三连方向非常强劲的滚地球 但是鸟骨镜稳稳地接起来 传向一垒 刺杀了陈庸基 让中华队在八局 下半时留下了两个垒包的残垒 但没有关系 中华队现在已经是3比2 一分超前 一分领先 只要守住9局上半 就有机会赢得胜利 我们现在只要三个出局输就够了 没错 冯文继续在场上投球 面对盗夜赌气 第一个球好球 那这是日本球迷 盗夜跳 盗夜的粉丝们 为他加油的特有的方式 那今天前面三次打击 三次都集出安打 都是一类安打 所以要如何先解决 9局上分的这第一名打准 没错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先抓到一个出局数之后 你接下来的一些战术 可以执行的空间就比较少 压缩了 相对的你在接下来后续的打准 那空间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 没错 现在是两好球没有坏球 球述是陈宏文领先 这把小飞刀立得很 这个球 哇这个球近那点确实相当的漂亮 书生你帮帮忙啊 看清楚啊 的确就是投到高张所要的一个位置 两好球一坏球 这个球打成了内野的反带球 恰恰踩了一包 自杀的倒夜赌计 让他今天第一次没有办法站上 垒包一人输局 最后一个球确实让倒夜赌计 在挥击的过程当中稍微早了一点 那当然再加上这种弹跳 没有太大的一个弹跳之下 我们到接倒球之后 下起来是稳稳的踩一垒 没错 所以相当成功了 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 你面对只有一分的差距 第一个上垒者确实是很重要的 轮到九棒的鸟骨进 今天三次打击 只有一个打数 滚地球出局 另外两次都是牺牲出击 都是推进倒夜 这次垒包上没有人跟你推进了 你认真好好的打吧 应该说认真好好的出局吧 刚刚看到其实是里面的王建民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 虽然他又觉得投球非常精彩 没有丢掉任何分数 不过现在胜败与他无关 就当个中华队的拉拉队 九十二迈的诉求稍微偏低 两块球 日本队在八局上半 靠着四肢安打 追回落后的两分 不过马上到了八局下半 中华队三战打再下一城 没错 的确实在中华队 在这次比赛里面 真的展现了不错的一个韧性 其实是超强的韧性 这个球好球 打着没有出榜 一毫两坏 够漂亮 我看到静雷 还有一点往上串的一个围境 九十三迈压在这个偏低的一个静雷角度 确实投得相当漂亮 越远出局 北上没有跑着 这个球 棒子有没有动 没有 棒头是晃了一下 但是 一丝一毫的机会都要争取看看 一毫三块 所以现在就必须得要先取得一个好球数 没错 这个球非常接近 但是竹神的右手 竹神的右手始终没有举起来 Chris Cucciani 这使得陈鸿文在一人出局之后投出了四块球保送 当然其实有一些近雷点成功其实投的真的都还不差 可是在竹神的认定当中都觉得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比较偏低或偏外奖 是 我们上来换投手的机会应该是不大 不大 杨耀勋还在牛棚里面 投球 六十 哇哦 看起来 曹总也上来了 现在 要换投手应该 但是换看一下 是不是换外野野手的调度吗 嗯 哦没错 陈江河 陈江河要来二类就做阶梯对 先把郭延文换下二类手换成陈江河 在九局上半 投手还是让陈江河继续投 不过在手背上换上了陈江河 又是一个兄弟上队的球员 打击要轮到第一棒的长野九亿 的确 你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紧张的一刻 长野九亿在七局上半 当时上来带打 结果被郭宏致给三阵 看他被三阵挥空之后 那个眼神是恨得牙痒痒的 这个球打成了不影哑的飞球 林哲轩迎上前来 接杀 两人出局 精彩精彩 现在魔术数字剩下一了 上来打第一颗球没有办法跟到陈欧文的速决 没错 那这颗球我们看到林哲轩真的移动蛮长的一段距离 抓队现在三比二 一分领先 周董 今天若是英雄周董 真的是 大英雄啊 功劳布上的大大记上一笔 面对 田中降大 偏低的紫叉球 还要帮忙送出一只安打 对 台湾英雄 要轮到第二棒的景端 红河 今天四次上来打击 有两栈打 有一次被保送 三个打数 敲出两栈打 一垒上 现在有鸟鼓劲 牵制一垒 没错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是得要注意一下 一垒上的跑者 对 但最主要还是场上的打者 还是希望 陈鸿文 不要有所谓的 太多分心的一个动作 没错 现在球好球 传二雷 Safe 哎呀 可惜呀 球传得很准很快 但是 在这一边 二雷神做出了Safe的判决 辽古靖在这个时候 两人出局之后 成功的倒上了二壘 确实真的是 够大胆啊 没错 在两出局之后 还敢做这样一个倒的动作 其实高之上这颗球 真的也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 比如说 鸟鼓劲这个倒的时机 真的是抓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赶跑 没错 但是出局绝对成为大罪人 但没有关系 现在关键是打击区的打者 解决他 什么事都没有 没错 球数是一好球 投手领先 一把打 顶端红和 当然 其实当他倒了 也不见识的是个坏事 因为接下来 头部搭档 他就可以focus 对 打者 专心面对打击的颈端就好了 外角的滑球 偏低偏外侧 一好一块 两人出局了 M1 下加彭正明 还有大师兄林志胜 在八局下半串联起来的攻势 当然关键在于前面 王健民六局没有十分的好投 嗯嗯 与王健民来讲 连事两次先发 真的是脚输 优质再优质的先发 对 一好一坏 这个球回空 两好球 只差一个好球数了 真的是 真的是只差一个好球数了 所以刚从那个挥起看出来 搭者真的也是有蛮大的压力 没错 相信 全台湾的观众现在都一样 期待第三个好球的出现 两好球 只要再一个好球 就能够结束这场比赛 赢得胜利 陈鸿文 哇哦 这个球 差一点 差一点点 但是进了一点 其实是相当的漂亮 压得遍地的93米的一个助手 能够闻风不动 景端鸿河 很有种啊 心中应该挫了一下 没错 但现在最简单还是 我们还需要一个好球数 对 一球 陈鸿文 这个球结果切成了中间方向的安打 现在球往回传 结果 道磊成功的鸟骨镜 在这个时候靠着这只安打 跑回本磊 前中下他最嗨哦 因为帮他解套 结果这一只安打 现在打回了追评分 在九局上半 景端在两好球之后 敲出了一只安打 使得日本队在九局上半 追成了平手 刚那个道磊确实 是收到了效应 两好球之后 没想到景端还能够扛出 这样的压力 但这个安打打得真巧 没错 完全把力量都放掉 只求单纯那个集结点 对 正好带出了内野防线的上方 到中间方形成了一只安打 没有关系哦 没有关系 这只是日本队的追评分 守住这半局 我们还有最后半局 日本队当时面对巴西队 落后了大半场比赛 一直到八局上半 才一口气超前 那现在要轮到今天四次打击 两只安打的内川胜一 一垒上景端红河 那如果照这样看的话 面对上还是得要小心 一垒上的抛子 有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刚刚就是因为 到了一个状况 再加一只安打 被追平 能见毒使 今天原本先发投手 要承担败战责任 还有刚刚的田中向那都解套了 这个球打成了界外 那好愉快 所以宝普大当面 这样还是不要太急 毕竟我们现在 还是只是一个 平手的一个局面 没有关系哦 先把这个出局要下来 下一个半局 好好的来打 整个巨弹球场内的日本球迷 开始大声喊着内川的名字 中华队的球迷 观众们不要放弃 先把这个半局的出局拿下来 还有下个半局的进攻 这个球打高了在左边 结果到了观众席里面 两号球 前面我们看到了 日本队的韧性 但同样的中华队也有相当的韧性 牵着一蕾 的确要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的球速也好 是垒包上的跑者的速度 都还蛮适合下一个 倒垒的一个战术 这个球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 右外一手张建民到了界外区 结杀 三阶出局结束了九局 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这个半局 日本队靠着安打追平 两队三比三平手 警端 在九局上半两人出局 二壘有人的情况下 敲出了一只中间方向的 飞球形成安打 送回了二壘上的鸟骨进 使得日本队在九局上半追成平手 而在九局下半换上了牧田和酒 最近是日本队今天第五任的投手 他是太平洋联盟西武师队的选手 那在这个半局原本要轮到九棒是陈江河 换上了林毅全来带打 由左打来面对这位下钩的投手 以林毅全来讲 的确要如何掌握 好好挑一下 没错 挑一个好球来做一个 能够做长打打是更好 哎呀可惜啊 这个球出棒但是挥空 很快的是良好球 球数的落后 我为了第一肩下钩头的来看的话 牧田确实他的一个球数上的表现还不差 偏低的坏球两好两坏选球 所以平手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林毅全要如何先能够球上 对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点 不一定要安打 整个球投手没来到后面穿出去安打 果然在九局下半 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换上了林毅全 适时的敲出了一支安打 左打的林毅全总算掌握到这一颗球 对 打得够强劲 都说了这个角度 对左打来讲是看得最清楚的 没错 林毅全非常成功的代打 现在要换代跑 林瀚 林瀚要上一类来担任代跑 再来要轮到今天打击还没有表现的杨戴刚 三个打数没有安打 看起来应该蛮有可能做一个战术的资 战术 对 现在做战术资 是完全合理的一件事情 现在只要一分 比赛就结束了 尽管中华队是客队 但是在预赛是以第一名的成绩 来挺进到东京巨弹 而日本队则是分组预赛的第二名 这场比赛中华队是主场的优势 打下半场 之前已经有做过一个牺牲处击 在三局下半 当时是把郭炎文送上三类 而且当时 基本三坏球 但是还是点 整个球点 结果被投手接杀 但是投手因为扑在地上 没有办法起身来传球 所以让代跑林汉能够及时回到垒包 这个久迪 他也早就等了 没错 一开始在点出的同时 真的是度太高了 在加上我们看到牧田他这个一投出去之后 他趋前的速度就很快 对 那因为他扑在这个角度 所以根本没办法起身来往一垒传 不然可能会形成双杀 没错 你觉得是从慢动作来看 接得很漂亮 没错 趋前的投完球 趋前的速度也够快 所以他有办法在落地之前 把这个球给拦住 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本来林汉已经冲到一二垒之间了 但在这个时候球掉了 所以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传球 那在完成这个出局之后 现在牧田和酒要会场 我们看一下是医疗的处理 那日本人应该是要换投手 应该蛮有可能换投手 因为刚才铺球之后 整个人在落地的时候 只靠着单手支撑 那应该手腕有一点点压到的状况 再看一次这个慢动作 以这种刚刚牧田这个铺接来看的话 最后我们他接到球的时候 我手腕是有点点转了 这样的多早的过程当中 对于手腕都一定会造成一点点的不舒服 可能还不至于有受伤 但是不舒服的状况一定会有的 所以今天看到两队的选手 真的是为了非常难 拼哦 好这边三比三 平手的情况下 中华队一流人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再看 九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 在进入休息室短暂的治疗之后 牧田和酒继续回到投手球上 要来接续投球 一出局一类上还是有带跑林汉 打几点要轮到第二棒的林哲轩 我看起来刚刚牧田只是下去做一些简单的治疗 这个球还是点 投手下球之后选择传一垒 自杀了打击的林哲轩 但是把跑者送到二垒的得点圈 要轮到今天三个打 输两只安打的彭正明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牧田下去好像也不只是单纯做个治疗 好像还在那种室内林哲棚 好像稍微练头一下 再去出来头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刚刚大阁可以要求 在场上就可以了 受伤其实是有 可以向主持人要求这个时间来看状况 但是其实刚刚以超重下达这个战术来看的话 确实是也是蛮合理的 毕竟我们现在只要的是一分 因此让林哲轩做了一个西针处级 把送到得点圈 那接下来如果一支安打的话 有机会就结束掉了 一支安打不是有机会 一支安打可能就要结束掉了 但是要故意四外就保送啊 想要保送恰恰来跟林智胜赌一把 大师兄 看你的咯 把空着的一垒垒包填起来 对防守方的日本来讲是比较容易处理 当然接下来就看 林智胜如何来面对低肩撤头的这种投手 因为前一次的打击林智胜也是个打在墙上的二垒安打 其实现在想想若是那支可以直接出去的话 现在应该比赛结束了 所以当然了 以林智胜来讲 还有一次当英雄的机会 没错 故意四外球的保送把彭正敏送上一垒 空着的一垒垒包填起来 现在二垒上 有林汉 一垒上有彭正敏 打击要轮到林智胜 一棒 还是有机会把比赛给结束掉 没错 林智胜现在来讲的话 攻击 横着上 知自己设定的球路 当然就全力来做挥击 对 今天四个打出一只安打 那只安打是个二垒安打 当时把彭正敏送上三垒 抓队加油 全台湾的观众集气为你们加油 真的想把球送到巨蛋外面去 但是这个球挥空 事实上只要坐在中外野之间的球 嗯 就有机会了 都有机会 这边叫了个暂停 主审冲进场内来 阻挡投手的投球 没错 那以现在来看的话 打者确实是谨慎一点 调整好自己的攻击节奏 再来做挥击 这个球出放打成界外 非常紧张的局面啊 九局下半中华队两人出局 不过垒包上两名跑者 轮到大师兄林志胜 阿布现在只能够在休息室里面干召集 很期待我们的棒子能够让他们难过流泪 点内侧的坏球 两好一块 想用一颗比较偏高的速球来调 但这个球近了一点 稍微比较偏打者的一个内侧 林汉在到垒上 的确以现在林汉来讲的话 他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林志胜 打出安打之后 他要如何绕过奔垒回来得分呢 对 偏高的速球会攻 结果林志胜被三阵 在九局下半是留下了一二垒的彩蕾 现在两队三比三平手 即将进入延长第十局 回到比赛的现场 延长第十局 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陈宏文继续在场上投球 刚刚上来带跑的林汉 现在来担任二垒手的守备位置 在这个半局轮到第一个打击的是 香川亮二 结果在一好球之后 敲出了中右外之间的滚迪安打 在十局上半 日本队第一位打者就靠着安打战场擂包 这个球确实也打得够漂亮 其实原则上我们来干这个进了一点 陈宏文继投的并不差 在攻击的过程当中 确实掌握到这个球的一个进了一点 再来轮到第五棒的秘境迦南 前面四次打击 有过一支二垒安打 今天四个打出 一只安打四局 上半有过一支二垒安打 整体来看到 我今天的投手能够完全压制日本队的 还是只有王剑民 没错 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球 细琴原则上是没有把棒子给摆出来 看起来真是要做一个比较积极的进攻 中文队两度领先两度都被追平 这个球偏低两块球 连续用了两个偏低的一个变化球 要来吊打者 都没有打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毕竟以细节 以秘境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攻击状况真的还不差 在选择的各部分来讲 也就是让他们做得蛮好的 没错 哇哦 这个球也没进去 从文到现在为止 已经用了27个球 16个好球 11个坏球 现在的确是蛮抉择的时候 慢慢进入用球数越来越多 但我们知道陈宏过往他是个先发行的投手 所以在体力条件上面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这一次的战略需求 把他摆在后援投手这样的角色 嗯 所以我们看到杨耀兴远这样也准备了蛮很久哦 那如果到投满30个球的话 投手要有休息一天的限制 现在可以说是球球都要较量一下 好的 算计一下 不过这个球坏球 这个四坏球保送 现在把二壘上 一壘上的相差量 送上了二壘的得点圈 也考量着曹总的调度哦 没错 现在就考量着曹总的调度了 那用球数的确也是一个考量啊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上来的一个投手 原则上他也比较扛出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边讲到了 经典赛的特殊规则 如果打到延长 赛 那在第13局开始将要进行的就是 突破僵局制 突破僵局制 那从跑者就每一个半局 从一二壘有人开始来进行 那打序基本上会延续12局打完的打序 这边换上了带跑松田宣号 在二壘上 松田宣号是软赢队的选手 现在看到曹总进到了投手秋 要换投手 那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后再来看90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回到比赛的现场在日本东京巨蛋所进行的经典赛 中华队上日本的比赛在延长时局上半 日本队现在是一二壘有人 中华队换上了林一豪 林一豪在本次赛事也是首次的出赛 对 当然就对球场的认知来讲 那我想林一豪对这个球场应该是最熟悉 在旅日就是日本职棒巨人队的选手 在日本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 从去那边包括从高中就开始 而打击区轮道打击的是 版本有人也是独卖巨人队的球员 今天四个打出有一张打 看版本有人握着短棒 其实现在握短棒推进是非常合理 没错 把两位炮则都送到得点圈 没有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 这个球最终没有点坏球 三宝浩瑞是日本队这一次的总教练 三宝浩瑞是日本队这一次的总教练 这个球偏低 也没有出手 两块球 连续两个球 好像进点点都比较偏低 其实越到比赛的后段 这个专注力是越要集中 当然难度很高 没错 比赛时间相当的长 要能够在场上全神贯注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球员们要特别的去注意这一点 这个球点成了本来挖到界外 飞球一毫两块 其实也同样的道理 现在若是场上的投球 他会感觉到压力 其实打者 同样也有压力 所以这时候原则上 你要先把自己稳定下来 其实有时候你往好球 再来做投球 其实打者也不一定见得有办法把你的球打得很结实 有一位手叉叉孔正明 周思琪 这个球点成了三壘旁边的滚地球 三一手进到之后传一壘 刺杀了打击的版本勇人 一人出局 过两名跑者分别推进到了二三壘的得点圈 这个球真的是点得很漂亮 一路沿着三壘的边线 你出了一壘也可以做选择 你是没有别的脸包做选择 三壘手往前出来 三壘已经空着 只能够选择抓 触及的打者 再来轮到中田翔 中田翔今天4-0 四个打数没有安打 前面有三次滚地球出局 另外在八局上半则是右外野的飞球被接伤 这时候内野手背真的也迫使得缩小 所以因此现在以林毅豪来投球的观点来讲的话 如何利用它大约四分之三的一个出手点 造成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滚地球 那若是这时候的可以直接三阵打者 那当然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 没有好球一块球 这个球变化球也没进去 又是两块球 那其实以战术来讲的话 真的可以是可以把 送中田翔还几成满垒 几成满垒 就像前面日本队做的一样 一个把空着的垒包填起来 因为你增加了封杀的机会 你前面都提到 但不过今天八方的道位赌气 攻击状况真的是 前面四支三 这个球左边方向的飞球 左外野手往后退 中间手也过来 结果在Warning Track 被杨带刚给接杀 这个球回传 是一个高危牺牲打 三壘上的松田 宣浩是利用这个机会 回到了本壘 这是日本队 今天这场比赛 首度超前 利用中田翔的高危牺牲打 现在日本队取得了 4比3 一分的领先 安打加保重下战术的执行 把跑者送回得点圈的一个状况之下 中间天翔真是 台中一个比较偏高的球 而且这个球打得够深远 因为这样你要传奔 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没错 打到杨带刚是贴着权力打墙来接这个球 好的 现在变成了两人出局 不过跑者上到了三类 这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 第一次取得领先 你好 现在又要下去休息了 中华队要再度换头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再来看 时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回到比赛的现场 这场中日大战 现在来到时局上半 两岸出局 三类上游 跑者的情况下 命运加难 中华队在这换头 换上了杨耀勋 描寻我们记得在对韩国的比赛 浴血奋战的状况 大家记忆犹新 当时在手破皮流血的情况下 连续投出了两次的保送 在那样的情况下退场 经过了几天的休息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而在两人出局之后 三类上有命运加难 打击要轮到的是 八棒的倒夜赌计 今天四支三的 打者 所以杨耀勋来讲 感觉他已经没有太多 在调分的一个本钱了 所以要如何解决今天状况还不错的倒夜赌计 当然今天还是得要看他的 观察杨耀勋的控球状况 你看他手上是不是有完全好 完全好K哦 这个球打成了中左外野之间的飞球 左外野手已经高举手套 杨戴宇刚接下了这个飞球 也结束了十局上半日本队的进攻 这个半局日本队逃回了第四分 现在是一分之差战时领先 钟田翔在攻守交替哦 要回到左外野的手背范围时哦 高举他的右手又在十局上半 没有人出局三类有人的情况下 他是挥出了左外野的飞球 sorry一出局的情况下飞出了 全打墙前面的高飞希声打 让日本队跑回了关键的第四分 现在在十局下半日本队换头 换上了背号18号的山内俊哉 也是先发投手的人才哦 但是在现在要来关门 原本的三手鸟鼓劲换到二壘去防守 三壘则是换成了松田宣浩 刚刚上来带跑的球员 而捕手则换上了第三任的捕手 来自七五师队的汉古营人郎 整个手背做了相当大的调动 没错 当然也只有一分的落后啦 以今天的攻击的还是有一些机会 最主要还是看首先上来的张振伟 能不能有办法的适时的上蕾 没错 这个半局轮到第一个打局是 兄弟相对的花花张振伟 这个球挥空 咬一块 那当然这也是张振伟在本次比赛 第一次有打击的机会 过往都担任带跑的一个角色比较多 对 那今天上来打击也是取代了周世奇的打击 前面来担任带跑喔 但是大家肯定没想到 还会有需要上来打击啊 一号两块 所以现在以张振伟来讲的话 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如何 选一个自己喜欢打的球 来做 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以张振伟来讲 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攻击能力的 一个左打者 这个球没出棒 结果是个好球 两好两块 压在这么偏低的一个进了一点 你受到了主审的青睐 山内 这个球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 中间手引上前来 揭杀出局 毕竟揭杀了这个飞球一人出局 攻击的过程当中我确实 其实就得稍微早了一点 下来要等到打击是 第六棒的补手 高志刚 高志刚在前面 今天曾经一次的打击 靠着野手选择上蕾 第一个球进来好球没有出棒 控球确实是很稳健 山内俊在过去 比较长的时间是待在 湖刚大荣因 后来变成软银银 这个球打成右边方向的安打 在一人出局之后 高志刚敲出了右边方向的 平飞安打 在十局下半上蕾了 没错 有上蕾就是 就代表还有机会 对 虽然只是在一蕾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利用一些串联的安打 至少可以先把分数 没错 失去分数要回来 没错 没错 比赛还没完 虽然现在中华队是一分落后 我们还有进攻的机会 轮到打击师 火哥张建明 今天四次的打击有一支安打 那当然比较可惜 大家会回想到在八局下半 当时雷包上有人的情况下 结果没有用任何的战术 结果最终是 那个半局只拿一分 的确 那一局看起来 确实是中华队 现在落后了蛮大的一个关键 若是当时能够至少再拿下一分的话 今天比赛应该不是打到 应该不用到现在 可能早就结束了 没有出棒 结果是一个好球 一开始握着短棒 刚才开始握着短棒 但是刚刚那个球没出棒 现在球数变成了一好球 没有坏球 依然是握着短棒 这个球偏低 瓦里瓜的坏球 普手接起来 离人了 nice catch 挡得相当漂亮 若是这个球跳到后面去 反正上 一点上的跑者就有办法上得点圈 对 中田翔 在时局上半 当了日本队的英雄 时局下半 换中华队来当英雄吧 没错 现在以火哥的角色来讲 如果是球队下达所谓的牺牲触己的一个赞助 那就稳稳的先把好者送过去得点圈 再来期盼下一位的打者 是不是能够有40的安打活力的资源 对 这个球偏低 最后忍住棒子收回来 一毫两块 这球连上很多人都贴着国旗啊 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在现场来替中华队来替台湾加油 标志刚刚很专注的在看旁边 教练的指示 按号 然后两块 再牵制 没错 因为有这个牵制 它是有点意义在 也就是说 一开始 打者的球棒那是横握出来 但是经过几个球之后 打者又把球棒给扛在肩膀上 这样会引起投手 他会觉得说 哎呦他到底是不是要做短 还是他想要比较积极的战术 86块的持球 结果出棒打成了本类伍方的界外 2好2块 其实山内今天也是很早就有在牛棚做准备 但是一直到了延长第10局 下半才推出来 今天这场比赛前面已经两队许多人轮流出来当英雄 看看火哥这个时候能不能够为中华队建功 偏低的球忍住没出棒 好球2好3块忍得好 没错 这个球确实是选得相当的精彩 稍微偏低了 没错 已经投到了本类板 算是最边边角角的一个进了一点 前面我们已经把一个中田翔 也是现在这本职棒当今王牌机的投手给K下去了 那当然更别说前面的能见毒石 还有一个目标 现在把山内给K下去吧 叫了暂停退出去 重新来确认一下暗号 没错 其实在两好球3块球 其实这个蛮好下打跑吧 应该说跑打的一个战术 没有跑这个球打成六边方向的飞球 结果落地先是安打 高志康 高志康现在上到了得点圈 张建民交出了今天个人第二次的安打 中华队还有机会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打击技巧 即便中心有点跑掉 用棒头硬是把它给带出去 那当然这个球 重心已经往前了 最主要是在前脚的一个控制力量 前脚弯曲之后 做身体的一个延展性之后 把球轻轻去碰 他刚好落在右位前 形成一只安打 所以比赛说真的 不到最后一刻都还不能够放行 没有人知道 对 而且这时候若是 陈庸基在飙出去是长达的话 一蕾上的跑者 有可能回来 把比赛给结束掉 陈庸基在东京巨大 有没有听到全台湾的观众球迷 在帮你加油的声音 这下子让日本队牛棚又动起来了 这场比较真的 我们看到中华队的韧性 没错 看到了西武队的王牌 王永景秀章 还有森福云燕 两位投手在牛棚里面准备 陈庸基 第一个球出棒 背叛好球 太过急躁了一点 面对一个偏地的滑球 对 其实可以忍一下 我看一看前面火哥 磨到最后 然后敲出安打 一直不急的把球打出拳打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投打都有压力 当然搭着来讲的话 如何设定好自己的一个攻击的球路 来做挥击 其实是比较重要一点 偏地的球又挥空 感觉在这个时候整个挥棒的排名是完全乱了 没错 的确在这两个挥击来看的话 以打者来讲 确实没有做好比较选择的这个区块 对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三内军在两个球 引诱的味道感觉是比较重一点 都在偏地 而且都掉到 都要到他要的出棒 所以 以沉用心来讲 现在如何整理心情 毕竟 还有一个好球 如何掌握 运用的这个好球 来做攻击 好 这个挖地挖的坏球 现在球数变成了两好一坏 没错 这个球确实是挡得够漂亮 难道球几乎就在本来板前面就停下 若是这个球能够掉到后面去的话 那更好 没错 确实挡得很漂亮 先把下面两腿坐下来 把缝挡起来 然后用身体的护胸来挡这个球 刚刚这个挡球大约就是教科书说的 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结果这个球出棒打成了飞球 出去吧 出去吧 借弯啊 猫猫 还有一次打击的机会 那边连续的变速球之后 塞了一个速球进来 由沉用心打成了借外 挥棒的确受到了挤压 毕竟你前面两个变化球 原则上已经掉中自己的挥棒了之后 在面对这个速球多棒都会把 击球点设定比较靠近自己身体 这样配球真的非常聪明 量好一块 这个球 打裂了 没错 棒子打掉了一块 因为沉用机的球棒来讲 它前面是有一个所谓挖了一个洞 所以打在棒头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就会像 会这样裂了一小片 就要换棒子了 中田翔 那一穿圣衣 版本勇人 可是今天在打击上有贡献的选手 中田翔在10局上半的那一支高飞七星打 目前为止是对中华队最大伤害的一击 因为打回了日本队的超前分 使得中华队现在是一分落后 我们记得前面中华队曾经只差一个好球 就能够赢得比赛 但现在我们还有 还有机会 没错 还不到比赛结束也都还有机会 那当然以成功今天来讲 虽然今天到现在 打击哦还没有什么表现 但原则上英雄就只需要一棒就好 前面四支零没关系哦 就算五个打住 一直安打 关键的时候急出来 就够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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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蜜脸上彩绘著 青年白日马亚利荣洋国旗 含着台湾加油 休息室的大家也只能够光是帮陈庸基加油了 平安内侧的球忍住很好 2好2坏 稍微偏内侧 但是这个球真的蛮有用性的 在两好一坏的过程当中 内脚偏高的一个诉求 这场比赛从晚上的台北时间6点开始打 到现在已经快11点快5个小时了 还没有分出胜负 两好两坏 这个球在打成本磊后方的界外 还是两好两坏 陈庸基 陈庸基还是得要沉着住气 黏了 仔细看每一个球不要急 而且现在越多跑者站上雷包 对方走方的压力就越大 对 高正康先急出安打 接着张建民再挥出一支安打 安打不嫌多 陈庸基再来一支 这个变速球 很像是有一点点湿头的 没有掉下来 边高 但是也没掌握好 陈庸基在今天才被日本媒体爆料 在这个集训期间和女子业会 结果这个球挤压到内野的滚地球 现在先传二壘再传一壘 结果最后陈庸基是打出了一个6-4-3的滚地球 然后双杀 那使得中华队在拼到了10局之后 两度领先 但是最终是一个再见的双杀也结束了这一场的比赛 在10局下半没有办法能够追平 而最后就是以这一分之差败给了日本队 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结果 但是 保持着很好的机会 能够维持着领先 那当然哦 虽然在比赛的后段 在八局上半 应该就是这样比赛的关键了 两阵的投手被打出四支安打 丢掉了两分让日本队追平 而且八局下半 其实中华队有非常好的机会 连续三棒敲出安打 周董的安打 打破了平手的僵局 而且壘上还有人 但接下来连续三个出局 让中华队在八局下半最终只拿下一分 而这使得九局上半 日本队打回了追平分 跟在十局上半 打下了超前的第四分